李卓人議員 各位同仁大家午安 我們繼續質詢 接著請我們林俊憲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本席邀請賀成部長 好 請賀成部長 謝謝 好 林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今天第一次到我們委員會來備詢 我們看到部長這幾天的幾項決策 包括取消連續假期的夜間不收費 包括考量橫向國道要收費等等 展現了你積極作為 勇於認識的給外界的印象 不過交通部組織龐大 包山包海 靠你一個人也不行 是一個團隊 我看到我們交通部的人事組織表 恐怕是部會需要印到兩頁以上的 我們交通部裡面的各司處 中心 局 或者是公司等等 今天有陪同到我們委員會的 司長 處長 主任 局長 董事長 總經理 做得滿滿的 我想請教部長 我們交通部的這些一級主管 人事都確定了嗎 你還會有再更換調整嗎 現在因為剛剛到任 我應該跟同仁相處一段時間 再看看他們從工作 和他個人來講的話 是不是有其他調整的餘地 我們希望有些時間跟大家一起來探討 所以還是有可能會調整 是的 那如果有調整的話 我們希望能夠盡速調整 是 因為人事要趕快讓他確定 是 讓他就定位才可以做事情 是的 比如說我們今天關心的機場捷運 是 在之前 看守內閣的時候 那前幾個月 我們在委員會也關心這個案子 那當時我們高鐵局長說 機場捷運 7月 就可以完成營運前的運轉測試 他在委員會說 我的質詢 他回答說 10月交通部就可以提出旅刊 預計今年底就可以通車 你人事確定 這樣的承諾才算嗎 是不是這樣子 是的 或者譬如說 最近發生的 我們的華航 搞到啊 員工要集體大罷工 或者是呢 我們看到安平港的開發案 是我們台南地方的 我們也非常關心啊 那我也請教了航港局相關的 安平港開發計畫 那這個總要人事確定啊 我們才可以了解到 到底計畫有沒有什麼樣的開發 改變嗎 或者是我們今天發生呢 不曉得部長知不知道 今天有發生一項意外啊 台鐵的電幅梯啊 出事啦 先說到台鐵 台鐵有一個千億的大採購案 部長知道吧 了解車輛 對 那當時呢 交通委員會要求台鐵要暫停這項採購案 因為要由新的部長 新的政府來執行 但是我也看到啊 雖然他說 不進行重大的採購案 但是我注意到台鐵也公開越南了一項啊 南韋鐵路的相關號制工程設施啊 好像七十幾億喔 他雖然不是在進行發包啊 但是 所謂的公開越南啊 就等於已經 先把遊戲規則 給 綁住啦 照理講 這個也應該要由 新的 部長 到任以後才進行嘛 這交通部太大了 組織龐大呀 包山包海 我們希望部長喔 如果有必要進行能力調整的 是 以你的決斷力啊 希望能夠 儘快讓人事確定 是的 讓相關的重大 計畫 或是重大事項呢 能夠持續 或者能夠來啟動啊 像我今天看到喔 台鐵這個案子 雖然 也許有人覺得 不是什麼樣大不了 不過這關係到啊 乘客啊 我們國人的 身體的安危啊 有旅客在台北松山站啊 跌倒啦 是因為 電弧梯壞掉啦 電弧梯不管向上 或向下 應該是往前行啊 這個電弧梯啊 倒退路啦 摔得非常嚴重啊 那經過調查才發現啊 我們台鐵的電弧梯啊 不得了啊 一個月啊 像去年 一到八月就壞掉四百多次啊 平均每個月要壞五十幾次 台北松山站啊是冠軍 松山站的十六座電弧梯啊 八個月壞掉一百三十幾次啊 平均每個月啊 都有電弧梯要壞掉 另外呢 像花蓮 出事情的花蓮電弧梯啊 花蓮的電弧梯在五月初啊 也發生類似的狀況 都是倒退啦 電弧梯沒有向前啊 倒退路啦 各位 不曉得部長有沒有看過啦 在中國曾經發生幾項這樣重大的 那個公公 公公意外啊 在臉書上啊 因為那個影片都有拍到嘛 造成人命耶 活活的摔死夾死 我們台灣的電弧梯呢 台北的電弧梯啦 都是中國製造的 都是從中國來的 那花蓮這家電弧梯呢 出事的啊 它也是中國製造 而且 是由一岸公司 所承攬 這家公司呢 賣電弧梯給花蓮車站 賣完以後 公司就宣告解散 沒啦 所以呢 找不到人維修 也沒有人保固 我不曉得是不是弊案啊 但是像這樣的不定時炸彈啊 台鐵啊 28個車站 182座電弧梯 花蓮出事 台北出事 還會再出事 目前台鐵拒絕提供 更詳細的資料 它只提供到去年1到8月 就壞掉418次 嚇死人了 如果是小的故障毛病就算了 現在故障越來越嚴重 已經是倒退啊 斷裂啊 造成遊客啊 摔傷啊 所以過去的一些 奇奇怪怪的事情 新政府的責任啊 我們就是要把這些事情 通通給改掉了 我們也把它做好 本席對貨政部長啊 以你過去的表現啊 很多人都跟你高度的肯定 我們也對你有很高的期望 有很多事情啊 我等待 新部長啊 來持續努力 早上有委員都提醒你 我們有交通部幾個重大事情 像 桃園機場的捷運 桃捷 喔 機場捷運啊 要完成 台鐵千億的 車輛大採購啊 其實還包括 我們的觀光 政治干預觀光 我們希望啊 我們在過去的努力啊 已經略有績效了 但是由 520以來 來自 中國的觀光團 我不曉得 現在減少的幅度有多少 但是任何一個國家啦 如果你的觀光客有40% 都來自同一個國家的話 那對你的觀光產業啦 是嚴重的傾斜 這嚴重的不健康 現在的狀況怎麼樣 我不曉得 團客的減少比較明顯啊 我是讓謝局長來說 沒有 這個不是我今天要質詢的重點 我是希望啊 未來我們的交通部 我們的觀光局 能夠持續的 我們在開發新的觀光客員 是是是 我們不要那麼過度的依賴啊 路客團 好不好 沒錯 這個也是部長你的挑戰 是是是 希望列為你的重大施政之一 那今天大家特別關心的是 你要取消啦 端午節連續假期的 不收費 那部長的理由是 安全啦 為了交通安全 早上我看你的答詢 大概用意是說 夜間的車禍啊 比白天拖 那麼你不收費啊 比收費啊 造勢率高 意思是不是這樣子 那也很多人質疑這樣的數字啊 我不曉得 但是部長也強調啊 不是為了錢 如果有收費的話 大概影響會多少 好像才1000萬嘛 差不多 差不多嘛 對 所以如果只為了區區1000萬啊 對交通部的預算來講 那不應該是為了錢 而應該是為了安全的考量 所以部長對外的溝通方式啊 應該是要說 在你端午節 你試辦 取消 不收費 然後 來 衡量 評估 這樣子 是不是降低了 行車的危險 降低了造勢 是 這樣就有說服力了 好的 我記得院長 今天院長 在昨天早上才說啊 這個事情言之過早 院長早上在台南嘛 昨天啊 他剛這麼講 昨天晚上 部長就宣布 確定啦 取消不收費了 所以你的決策 林全院長知道嗎 有 有跟院長報告 他有 他有 表達什麼嗎 他有 當然希望我們加強溝通 同時他希望說 看是不是用這個部分收費的方式 那我們這些都有在做 都有經過分析 再跟他補充報告 所以院長說的部分收費 對 你認為應該要全面的取消 我認為那個部分收費 其實還是變成 有相當程度是在同意 用收費來鼓勵大家去在夜間開車 這個基本的態度 會讓我們覺得安全上還是有顧慮 那我希望喔 交通部能夠有一個更周圓的做法 但因為院長啊 林全院長提到一個重點啊 要加強對外的溝通 是 要讓大家了解到啊 是 交通部這麼做 是負責任的 是因為交通安全的考量 讓實際執行的績效 讓數據來講話 是 因為同時呢 我記得 部長你好像有說啦 不是收錢的問題啦 是 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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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輛的造勢 是 我對你講一段話我印象很深刻啦 部長說啊 台灣一年車禍死亡三千多人 傷完好幾萬人 其中死亡的三十幾%都是年輕人 是都是25歲的年輕人 這是國家的重大損失 如果以萬輛車輛為單位的車禍比率啊 台灣是非常的慚愧啊 這個造勢率非常高 是 降低行車造勢率 增加用路人的安全 當然是我們交通部也是部長的重大責任 好不好 是的 我們感謝 我們謝謝部長 也謝謝主席 謝謝 好 謝謝林俊憲委員 接續請黃昭順委員發言 主席 我想請部長 我謝謝林德府委員跟我換 謝謝 好 謝謝 請賀成部長 君拉雲頭 我喜歡 王委員好 我想 我想我跟林委員的看法不太一樣 我認為部長是在搶錢 在做搶錢遊戲 因為基礎上來講 部長 林委員要講清楚 林委員 就是剛才在質詢的林委員 不是林德虎委員 對不起 因為事實上部長在立法院不是身手 而且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案子 我覺得部長可以在早上林全部的院長 在南部的時候說沒有的事情 晚上他就把他宣布 我認為這樣子的做法 其實是不妥當的 再來我要請教部長 第一個就是現在端午節是事辦 而且拿的理由很奇怪 拿的理由說是 第一個就是端午節的流量 比起春節 清明節 中秋節來講 會少很多 第二個理由是說 因為會造勢 我想請教部長 你現在事辦 你會不會把中秋節跟春節 清明節 也一並往前走 我們現在 我們沒有做後面這些節日的預判 因為這些事情一方面 你還沒有做預判 沒有做預判 我們希望針對我們這一次的成效 以及我們該改進的地方繼續努力 我想部長 然後再來針對這個 其實這個1000萬 不是只有使用者受惠的問題 最重要的是 這個是我們聯絡親情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因為其實台灣人 中華民國這塊土地的人民 對這些重要的節慶來講 是有一定程度的感情存在著 所以用這種方式剝奪他們返鄉這樣子的一個意願 我覺得起起以為不可 不知道委員 我們完全沒有剝奪 我們是保障他平安的返鄉 我想你們的理由太牽強 因為從以前到現在的紀錄上來講 我們知道這個夜間行車 車輛自然會比較多 那造勢本來就不是我們應該要去 那是另外一個方式是必須要規範的 就像你們說 我們要從台北到花蓮台東 要拿身份證去登記車票 其實是一樣的 作為一個中華民國的交通部長 提供給我們台灣人民 一個到每一個地方便捷的方式 本來就應該要有的 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那第二個我要講的就是說 雖然早上已經對臨時提案 包括國道2號4號6號8號10號 我先本期先在這裡先講 國道6號跟國道8號跟10號 2號跟4號當時設置的目的 跟我們6號8號10號 尤其是我們國道10號 當時在做的時候 就完全因為巴巴水災 而且希望這個整個 所有偏遠地區 甚至於我們都一再要求 我們國道10號必須要連結到 美農6規要進去 到今天為止 你們沒有做 甚至賈仙 交通部一直沒有做 可是今天提出來說 我們一定要收費 我想這個部分是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沒有要收費 我們今天提案 你們說 國道免收費是智慧武功 這是你講的嘛對不對 那是以前我們曾經對這件事情 整體收費不收費這件事情 不一定針對 很像國道 我從你就任 就是 接到這個命令以來 我們所接到的所有的信息 幾乎就是 部長必須要把 我們國道 收費 還有什麼 夜間這些 全部都要調整掉 我想這個對我們所有的人民來講 尤其是那幾條 我知道所知道6號 8號 10號 完全就是因為八八水災 整個路面 整個偏遠地區 完全沒有辦法連結 所以本席 今天一定要 在這個時間點 再跑來這裡 雖然你們做了 你的臨時提案 我是不太同意的 因為你們的提 臨時提案去講說 你們必須要去跟他們開公聽會 然後廣納民意 我在這裡正式告訴部長 我們的國道10號 是我們所有邊緣地區 到我們高雄榮種 就醫最便捷的一條道路 我們幾乎都是在跟時間賽跑 甚至於你們的連結下去的道路 你們通通都沒做 所以你今天 我還是要跟委員會講 我反對用這種方式 因為 我不是 我們剛才我們在內政委員會 所以在做這個協商的時候 我是沒有辦法過來 但是我一定要留下記錄 因為如果說 連我們的國道10號 6號8號 6號是埔里嘛 也是因為巴巴水災那時候 很大的一個風災 所以引起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所以本席正式反對我們這個臨時提案 我請趙偉 如果下次有機會的話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要再另外再做提案 也不應該說 我們這些偏遠地區的 還要 因為我看的這個提案 就是怎麼樣 就是你們去辦公聽會 然後公聽會等到大家 都忽然忘記了 要被剝削這些 這些 我們應該有的權益的時候 那你們又要再收費嘛 是這樣嘛對不對 沒有這樣子 我們其實 先要把 所有的這個利弊都分析清楚 然後也會去廣納 我們相關地方政府的意見 所以你如果要分析利弊得失 本席就在這裡先告訴你 因為我們國道10號 跟國道6號 國道8號 通通是在這樣子的一個狀況下 去做好的 所以本席甚至要求你 包括尤其是我們國道10號 怎麼樣再做連結的動作 我覺得這是有必要的 沒有加2嗎 加2好啦 加2好 那我很簡單把這個部分再講完 在這裡本席要再提一件事 南部地區的委員 對於我們高鐵 改變票價以後 部長你知道我們直達車砍了幾班嗎 我們砍了幾班 北高的直達車 對不起 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胡局長跟您說明 砍了幾班 對不起 這個數字我查一下 不過我覺得這個直達車 並沒有砍了很多 我在這裡給你一個數字 部長 我們總共直達車砍了104班 是 每個小時才有一班直達車 而且每一班直達車 像我們從高雄來到立法院 我們一定是超過8點的 這個在我們立法院 所有的那個運作都一樣 然後如果我們要趕 最後一班直達車回來台北 最後一班是8點18分 部長 我們 不應該說在這個調整票價之後 變成我們整個 南部地區的懲罰 因為我們要去調整票價 第二個就是我們新增加的 三個戰次 我想我們要怎麼樣增加 或者是我們要怎麼樣去 調整班次 調整票價 那你沒有 那一班直達車 那我們要去調整 那一班直達車 那是我們要去調整 那是我們要去調整 這個對我們一日生活圈來講其實是不對的 所以你多久以內可以針對這個部分來做處理 包委員我們其實剛才的臨時提案裡面也有一個跟這個有關 我們併同那個案子一起來辦理好不好 好 我希望這個部分能夠很快速的解決 謝謝主席給我兩分鐘 謝謝 謝謝 部長剛才就那個黃州政委員講那個國道2680的部分 回去再研究一下好不好 我想基於我們鄉親的需求嘛 跟立法院的一個氣氛 好不好 再研究一下看看 你也並沒有定論 我們這個情侶剛剛就是這個 對 那個還沒定案啦 黃偉元 我昨晚在台北 她講沒有定案很可怕 她昨天中午臨前在台南高雄還講說 那個包吳節那個不會取消 昨天晚上就取消了啊 沒關係 定案我們還可以再做提案 你是對我們稍微提案的一件嗎 沒有沒有沒有 我在林委員等之前 對 部長請坐 部長請坐 這個所有的照例性感 有意見嗎 不會啦 黃委員我會注意到好不好 好 謝謝 接續我們請林德福委員發言 主席 各位同仁來 請那個部長好不好 好 請部長 謝謝 林委員好 部長 我想喔 這個 當然 國道啊 這個夜間免收費 尤其在連續假期 可以說已經實施了差不多十年的期間啦 那其實 民眾也都很習慣 甚至於很多為了 省錢選擇在夜間啦 來上國道 在連續假期的時候 可以 省一點錢做他的小確幸 但是我想新政府上來 那個賀成部長 你就馬上就是宣布說 這個要做 這個不能夜間免收費 一樣 而且林全院長 他還特別提到說 希望再研究一下 但是早上說要評估 結果你晚上就宣布說 就取消這個端午 連續假期啊 這個國道 一樣是要照常收費 那我想 其實 我一直認為說 要是說 目前這個 我們在 看到這個林全內閣裡面啊 這個要是每一個部長都要求表現 那一上任 這個 這個 院長 交代的事 你馬上就 這個後面啦 就放炮 放了一團火 那才剛剛就任 我想 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這個地方 我一定要澄清一下 院長早上是還沒有了解案子的真正內容 才請我們多溝通 多分析 所以我們下午再經過專業的分析 以及再跟院長這邊說明過以後 才獲准的 我們沒有說 去違背院長的意思 也不是自己要求表現 所以說院長也支持你這樣的政策 是的 是不是 是 因為我一直認為說 早上他講的 跟你 晚上宣布的 實際上是有一些落差 對 報報委員 這個因為當時院長 他其實還沒有掌握到我們完整的內容 他們只是從報上看見一些消息而已 那你認為這一次要做是用試驗性的 還是未來全面就是 只要連續假期都要取消 我們沒有打算說 不分析之後就做一個全面的改變 因為這必須要按照每個連續假期的性質 同時看我們這段時間配套的程度 我們可以如何強化 因為我看到那個就是主要就是分析什麼交通事故的發生 這個連續假期深夜的造勢率非常嚴重 而且比例更達到34% 那比過去這個一般這個要是說在連續假期 晚上14免收費的話 這個造勢率更高 是不是這個樣子 這個是可以說是我們最強的動機 可是我們真正要分析的應該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晚上有一部分人他改成到白天去 這個所謂疏解分流的部分 會不會造成白天有一些擁擠 那這個是我們要去觀察的 那個 因為過去其實只有實施不收費 但是並沒有真正去了解分流的績效是如何 所以我們藉這一次可以說他的流量比較少 而且他假期比較分散的時候 我們看看這個分流 會不會真正造成大家所擔心的 因為其實那個賀成部長 你要是說深夜的話 你要是以限速來控制 我認為造勢率可能就會降低 那其實 剛剛你有提到一個重點 其實你要是說 白天晚上都一樣收費 那可能會造成白天 有更多的人 就白天就上路 會不會造成整個高速公路更擁擠 會不會 這個部分就是剛才我真的跟您報告 就是說我們這一次 把它當成說 端午節來做 就是因為端午節的流量比較少 我們相信它的後果 根據過去幾年的觀察 不是太嚴重 可以來試試看 第二 我一定要跟您報告 第二 我們晚上 並不是說是我們可以用限速的方式來減少車禍 因為大部分的車禍在晚上發生 其實不是因為速度或者是它的容量 因為它的容量是夠的 是身心狀態 這個身心狀態 如果大家覺得說是 是為了要省一點錢 我們整個好像國家在鼓勵大家這樣去做的話 其實就會造成比較高的車禍造勢 而常常是全家人一起造勢 這實在是讓我們擔心的 那個本席要求就是 你把過去這十年來 這個連續假期 造勢率 這個連續假期的造勢率 是的 晚上 造勢率提高 一份資料給本席 沒問題 我一直認為說 這個不能空口講白話 一定 你講的根本沒有依據的 然後就是無厘頭的 銀河來部長 這樣的一個操作方式 我認為那是無負責任的做法 你一定要把資料弄給本席 那我再請教 我想 台鐵表示搭火車回花蓮 準備要實施這個實名制 購票者必須持身份證 那這個對於這個車站窗口 這個由人工來購票 一個人只限定兩張 那可能保留東部民眾一定的這個座位數 那請問這個部分地區民眾同一次穿口購票 那請問以人工購票限購的方式 是不是民眾可以再輪第二輪第三輪 這個我讓周局長跟您來說明 對 因為每個人的身份證 就是當事人如果說排隊的話 因為來回是兩張 所以一個人是限購兩張 但是他可以幫自己的這個親友買票 所以一個人最多是拿三個 包括自己 那你認為這是不是只有中華民國國民 才能夠搭東部的這個 東部幹線的這個火車 跟委員報告這個有三個層次 第一個我們在加班跟這個 加開班次的列車 還是正常的這個網路訂票 第二個有返鄉專車 第三個才是有實名制 所以基本上來講我們是四辦 所以在立法院決議的時候有講說 六個月內要把這個實名制的部分 分析清楚 所以我們會做這一次的這個試辦 把U跟V 也就是花蓮跟台東的旅客 那麼他們的這個實際的運作狀況 做做統計 那就八個車站 包括樹林 早上是做七個車站 那因為樹林 因為是死發站 所以我們再增加樹林 增加旅客的方便性 那你認為這樣操作的方式 會不會變成說未來整個陸客團 我們就不接了 是不是 不會 因為主要是我們現在的整個 加班的列車 只是我們騰出兩個加班列車 來服務我們 所以我們要做 針對花蓮跟台東的這個 這個縣民的服務 就是 增加 花蓮台東 縣民的 增加的 算是extra 那你要是拿身份證 對 還是要拿身份證 因為它是實名字 所以才知道是證明說 我是在花蓮跟台東 那要是 我們 我們有一些可能會大家很關心說 我可能住在這裡 可是我並不是花蓮出生或台東出生 我們這個把它當作第二階段 因為這個要很多配套 那我們現在第三代的票務系統是NEC 那麼第四代票務系統是中華電信 那麼目前來講 中華電信已經加速來建置 我們第四代的票務系統 我是認為原來很單純的 你不要搞得很複雜 到最後 是 反而變成 這個 不管是當地的民眾也好 是 一般旅客也好 愛生載到 是 我們很謹慎 很謹慎處理 你不要把它搞得變成很複雜 是 複雜化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 因為那個 那個部長 你在2013年 公開聲援 就是我們前交通部長郭瑤綺 有關於這個 他 犯案 就是貪污 的那個事件 你認識郭瑤綺說 40年 他絕對 不會收錢 那你也說 我不相信郭瑤綺會收錢 所以說他 你也不服氣司法的這樣的一個 的墮落 那 這個 你 這個 甚至於來說 我不會放棄 社會還有討回公道的這個機會 那我請問你 這個 因為郭部長到最後 這個判刑八年定驗 那當然 他入院 入獄以後 兩年 因為他 身體的關係 最後就保外就醫 那請問 賀部長 你是不是會建議 蔡英文總統 這個來 特色郭瑤綺 會不會 我沒有 這麼多的 對司法的了解 但是我知道 特色是針對個人 這件事情應該 郭部長的情況 應該還有一些 其他司法救濟的手段 所以說 你認為說 因為你當初 確實是有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看那個報紙裡面內容是這樣寫 是 沒有錯吧 對 您剛才大致的引述 我想記憶中也是如此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林德福委員 那剛才林德福委員所要求的資料 也請交通部提供林委員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請陳雪生委員 那時間10加2 還是你要6加0 好 10加2分鐘 好 是請主席 請我們賀成部長 來 請賀成部長 陳詹惟好 好 部長辛苦了 我還是要接續早上 提到有關那個 國道高速公路 恢復 夜間恢復收費的事情 請指教 我想一部車子 我們經過那個收費站 有沒有 你認為有感覺嗎 車子開過去 會覺得他是收費 他在收我的錢 還是不收我的錢 應該沒感覺吧 我覺得閃內一下 其實會留下紀錄 比較有警覺的人應該知道 那個紀錄 有的時候連你的車速 都會知道 不過我想我尊重部長 我想你也不是為了這1000萬的錢 的問題 今天我們政府窮也窮 窮的也不差那1000萬 不是這個原因 那您的考量是安全 安全 安全 因為車禍率比較高 是 車禍率比較高 那你的數據是這樣 那如果 因為你的政策 而讓端節 塞車了呢 你會不會再回頭 這個其實就是 就事論事的話 我們評估就是要 對於後果 都要有一個 客觀的了解 所以如果說 我們今天真的是 萬一真的有塞車的情況 我們當然會修正以後的做法 所以這件事情 我們是要面對他們的 是的 我想交通委員會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一個委員會 當然這個地方的同仁也尊重你的專業 所以今天大概都沒有很激烈的一個發言 謝謝 我想這個部分 當然我還是從善如遊 希望 因為這個車子經過那邊 一點感覺都沒有 您的目的大概也就是分流的問題 把這個白天的車輛 把夜間的車輛 就 往白天趕 因為晚上要收錢 有收錢的情況之下 當然 我就不一定要那麼晚 是不是 不過現在 國人同胞 也不會 為了那幾十塊錢 我從 為了省幾十塊錢 我晚上三更半夜回家 也沒有這樣的事 我們也盼望如此 因為這幾年來 真的就是車禍增加了 我們真的替大家擔心 好 謝謝 我第二個問題 局長您請回 最近您知道馬祖發生什麼事嗎 我們藍眼淚 藍眼淚 藍眼淚 聽過這個名詞嗎 知道 我想你去馬祖的時候 還沒有這個 還沒有這個出現 是 那麼藍眼淚 因為藍眼淚而發生了什麼事 你知道嗎 應該是旅客增加吧 旅客增加 秒殺 秒殺 一位籃球 不管是空中的 不管是海上的 我想我在 五年 應該是五年 十年以前 十年以前 我當縣長的時候 立龍航空飛馬組 是十班 是十班 到現在幾班 我那時候還十一班 現在幾班你知道嗎 中午後您是說十班是不是 說是這幾年來都很重 警方局長你回答一下 有幾班 南跟七班 北跟三班 對啊還是一樣嘛對不對 但是機型有變大 對 原來搭56個人 機型變大 56跟72 十幾個嘛 十幾個多一百個嘛 是不是 因為國軍部隊撤走了以後 老闆靠什麼生活 就是觀光嘛 那觀光的部分 我們交通部觀光局 表現非常好 表現非常好 觀光也做得不錯 但做得不錯 又造成一個困擾了 我們老百姓回家的路更遠了 一班飛機 那天我到民航去開會 局長因為有事 副局長主持 一班飛機 縣長上飛機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馬組人 那第二班飛機過來 議長上飛機 還有另外一個馬組人 等於一班飛機只有兩個馬組人 很好認啦 即使是在台灣 馬組工作的台灣人 我們也認得出來啊 你說說看 所有的票 通通被旅行車卡走了 這就立龍航空 所以我們要立龍航空 你要提供十個位置 立龍航空說 十個位置 二十個也可以 三十個也可以 但你縣政府要付相對的保證金在我這裡 我們縣政府又沒有跟你做生意 跟縣政府有什麼關係啊 是不是 所以我拜託 今天啊 我們 馬組四個鄉的鄉長 鄉大會主席 副主席 還有所有的鄉民代表 到縣政府向議長 向縣長議長陳情 希望就是說 要成立第二家航空公司 所以我特別也請 我們中華航空公司董事長 孫董事長有沒有在 孫董事長 來請孫董事長 我拜託部長 是 你用交通部的行政權 尤其 不管大陸航線也好 國際航線也好 你們一定可以用你的行政權 能夠讓其他的航空公司 能夠多一條航線 為什麼咧 馬組只有 馬組雖然有兩個機場 早上孫董事長在這邊 他當國華董事長的時候 我弟弟全家五口 就是在馬組上空掉下去的 全家歷難 也是我要來選立法委的原因 但是我到現在 我們立法委員經過三 三位立法委員連我在內 二十年的時間 馬組目前的機場到現在沒辦法改善 是全國最爛的機場 那當然 在前任政府 也應允我說 北竿要做個山西機場 但是馬組老百姓很善良 他希望好山好水啊 不要造成任意的破壞 所以他們現在反對 我說我在很極力的 在爭取山西機場的時候 你們為什麼都沒有聲音 現在交通部已經答應我 有一點眉目了 好了 他說我要環保 味道人士出來了 那我也沒有意見 我是拜託部長 我想以你的專業 最近我跟你有兩次見面的機會 對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不敢當 很多人說你很固執 但是我跟你聊了以後 很像沒有那種螺子的樣子 應該蠻不錯的 但是我也不希望你變兔子那麼溫和 也不好啦 總是做個領導 我拜託就是說 你對機場的部分 南北竿機場怎麼樣再做一個提升 能夠把降落的標準再要求降低一點 另外跟軍方那邊協助一下 請他協助 我們不是把軍方的 戰鬥機 這些運輸機當作民航機用 我沒有那個意思 問題是我們實在是有問題 你買那麼多的飛機天后好的時候 飛過去我們運量不夠 天氣不好一delay的時候 第二天問題就出來了 沒有與民真利的問題 所以我那天跟國防部講得很清楚 沒有與民真利的問題 如果有與民真利的問題 是交通部的問題 是民航局的問題 跟你們國防部無關的 跟你們國防部是無關的 所以我拜託幾件事情 第一個 希望成立第二家航空公司 我今天緊急咨詢 要求拜託 交通部的這個方面 剛才我也跟中華航空公司的孫董事長 孫鴻陽董事長 也拜託他 能夠買一架ATR 能夠飛馬組 能夠多一架飛機 第二個就是 南北干機場 那麼降落標準希望再降低 幫我們改善 幫我們改善 那麼這個成績書等一下 我會交給 交給部長 謝謝 那第三件事情就是 松山機場 是否簽建 部長您的態度如何 能不能告訴我一下 現在當然首先應該是衡量一下 桃園中山機場 它本身的這個工程跟它的容量 第二當然我們應該要去分析一下 松山機場本身在服務我們這個 目前的主要城市之間 它的這個運能以及它服務里島方面 我們這些要怎麼樣做安排 那第三當然是我覺得 即使要考慮這件事情的話 那個騎乘恐怕要在兩方面 再來做配套看看 有沒有怎麼樣的一些方案 那這些方案都 各種方案出來 然後再來分析它的各自的這個利弊特色 部長我們 不只馬祖金門喔 連花東 是的 北北西 北北東 這些民眾 松山機場對我們很重要喔 是 我們最近被一個人 隨便亂講話講的 我都快有點神經病了 你知道嗎 我本來沒有神經病啊 我神經上已經很複雜了 快變成精神病了 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我搞不懂 所以我在很像你還沒上任的時候 你反對說松山機場簽見 松山機場將來容量也會爆滿了嘛 是不是 你可以把它做改善啊 可以譽為因應嘛 未雨綢繆嘛 是不是我們的光客就那麼多了嗎 還不止嘛 所以這個拜託部長 我們還沒有跟我們蔡總統去沈溺這個事情 將來 我想一定會聯合金門馬主花東的 北北基的這些地方 我們一定會來做這個陳情 希望松山機場不要欠見 我也拜託部長在這個方面 你不要去聽信任何一個市長啊 誰啊跟你亂講兩下 你這個要堅持我們羅子的脾氣 這個一定要固執好不好 好我們再來研究謝謝 好另外我關心的是觀光客 說真的蔡總統上任以後 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談天演講得非常好 我也注意在聽 但是 中國的本質不是這麼回事 我最近也在探討這個事情 我們今天說要把年輕人要加薪 年輕人要加薪 但是 我們觀光客少了 當然你可以講說我去 東南亞那邊招攬觀光客進來 難道過去交通部觀光局都沒有招攬嗎 也是很努力的招攬啊 但是就那麼多嘛 是不是 不像中國大陸的觀光客 他們是長程移動的 他今天政策 需要的話 五千一天五千 一萬 甚至兩萬都可以啊 是你台灣吃不下嘛 是不是 今天中南部的遊覽車從 一部遊覽車兩百萬 兩百多萬 本來是兩百五十萬 賣兩百萬 那也有一些旅行社想賣 賣多少 現在只能賣到一百五十萬都沒人要 飯店停業 餐廳沒有了 你說要把年輕人加薪啊 我擔心什麼呢 我擔心一萬八你要來就來 不來就拉倒 大家共體時間 我們這個時候不是說用勇敢兩個字來形容的 所以部長 您要欲為因應 我也希望我們交通部 這個公關局 謝局長 過去你跟國家旅遊局啊 大家彼此有做一些橫向聯繫啊 我最近有空也會跟他們講 不要去對台灣過分的施壓 也不好 因為我們金門馬祖跟大陸小三通啊 我們是比較早的 早年我當國大代表當縣長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了 我也會去做一些 善意的一些互動啊 我希望政府好 我也希望蔡總統啊 能夠很成功的帶領我們國人同胞啊 是不是走向經濟富強 再回到以前四小龍之首 但是是非常的困難啊 好另外這個我要講到這個 Uber 部長 之前的部長 我也問過他們 Uber 到底你要讓它合法還是不合法 你要不然就讓它合法嘛 是不是 我請昭東部去抓 一天抓兩台 我說我帶你們去抓 因為我是沒有公權力 你們有公權力啊 是不是 我帶你抓 我一天抓20台給你看 你只要跟著我上車我就抓給你看 你們說一天抓兩台 現在不曉得成績怎麼樣我就不知道 那我也問過一些計程車的 經營者 欸 那如果說Uber合法化的話 你們幹不幹 欸我就幹啊 現在大陸計程車沒人做了 都是Uber 他們也是黑牌的 他們也是黑牌的 那我們在台灣 要不你就把它合法化嘛 把它合法化啊 我們還有稅收可以收嘛 要不就是取締 很簡單 你不要政府政策搖擺不定 哎呀我又抓不到啊幹什麼 怎麼會抓不到咧 哪有時候抓不到的 要去抓還怕抓不到 我都抓得到你們還抓不到啊 對不對 你不要政策搖擺 給人家笑 我想 新任部長 你剛剛上來 我也不強求你齁 我們大家都在觀察 好的 我們也希望交通部 我們賀成部長 把他們帶向 非常好的一個境界 我也希望呢 交通部業務真正日上 祝福部長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委員的其勉謝謝 來謝謝陳學生委員 謝謝部長 接下來我們請徐真衛委員 請薛春 ibi稜 主席 好 麻煩請賀成部長 請賀成 million 其 моя 部長好 首先對於這個部長 以安全兩個字來考量 這個我們政策的推動 讓這個業間 取消業間不收費的這個政策 這個政策可能 我想還有很多的委員是有意見的 但是以安全為前提的考量 這個本席非常的尊重 也非常的認同 那請問一下 就教一下 之前賀成部長對於這個 我們全國的交通的建設 說這個沒有必要不必要的建設就不用做 請問哪一些是不必要的政策 建設 對 這個其實不是我個人 要什麼時候來把它做論斷 這是一個程序 那我們剛才講的不必要 只是說希望它是透過 我們一個審查程序來看看說 它從它的需求跟它的勾源 謝謝部長 謝謝部長 不必要的建設 請問 好 以安全為考量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圖表 您覺得這樣的道路安全嗎 您看得到嗎 看得到 安全嗎 看不出來那個是在道路上嗎 這個看不出來是在道路上嗎 本席告訴您 這是在我們蘇花公路上面 這是一條人命一個家庭的破碎 請再看 這個問題 這個是報紙蘋果日報的這個報導 來 請第二張 這樣的道路安全嗎 當然是非常讓人遺憾 非常讓人遺憾 必不必要做 要不要做 需不需要做 您是說 需不需要對這個上面有所作為 這條道路需不需要做改善 同樣一條道路上面 對 它當然道路要做改善 要做改善 包括行車行為也要做監督 請第三張 這樣的道路安全嗎 要不要做改善 要做改善 行為上更要改善 所謂的行為上是怎麼樣 行為上很可能就是我們其實在 目前大家開車的這個安全意識 跟車距離 以及我們執法上面都有問題 您認為在蘇花公路上面 開車的人行為上都必須要改善 我不是特別指蘇花公路 我們整個普遍台灣都是這個情況 是 好 謝謝部長 所以在這個部分 這三張圖片都是蘇花改善道路 好 我們看第四張 蘇花改善道路不能只做一半 以目前來說 剛才部長也說明了 蘇澳到這個東澳段 我們現在以發包的工程繼續來做 繼續來執行讓它完成 這是馬政府的承諾也做了 現在就我們蘇花改的後續的瓶頸路段 也就是剛才本席給我們的這個部長您看的那三張圖片 都是在瓶頸路段發生的車禍 您認為以人道的考量上 以安全的考量上 以人命的考量上 該不該做 需不需要做 需要改良道路 可能不一定是按照去原來的做法 這個我們要來通盤檢討 通盤檢討 通盤檢討 所以您覺得該怎麼做 它的做法很可能只是一些 我們的這個漸變段的一些路行 還有它的標誌 另外就是關於我們的允許行車的車種 這些事情通通都要通盤考量 車種 所以每一種公路的車種考量 公路和鐵路 是現在出入花蓮 只有兩個交通方式 公路是一個人的需求 還有運貨的需求 鐵路分流了 但是課程課員是不一樣的 所以在蘇花改善道路的部分 瓶頸路段 以我們部長您個人的立場 您覺得該不該做 要不要做 剛才已經跟您報告 它當然是瓶頸當然要改善 可是它的改善的方式 可能未必是用在打通隧道的方式 這個需要整體來做評估才知道 是 但以目前來說 好像我們部裡是沒有規劃的 在您的發表言論裡面 是沒有規劃的 我沒有發表個案的言論 到目前為止 三個報告都有 剛才要報告的就是說 它可以是各種的改善方式 我們願意通盤來考慮 所以您覺得好 那我一條一條問好了 國道五號接蘇澳斷的時候 蘇澳斷的時候該不該做 這是在宜蘭邊 宜蘭和花蓮現金 是的 東澳和南澳段 也就是我們剛才發生 那個車禍的地方 也是 這個該不該做 是 該做嗎 要不要做 我剛剛說了 道路改善應該做 但是這個兩段之間 是不是就是用隧道來改善 這件事情應該都要考慮 本席沒有說用隧道改善 對 剛才那我也同意 是 道路當然瓶頸應該要改善 沒有錯 要改善 所以您覺得這五段都要改善 對不對 我不確定您的意思 因為這個意思是說 它到底這個路段該改善 這個五個路段 因為你現在圖上畫起來是用隧道的方式來緣 這個五個路段 不是的 五個路段都不是隧道 隧道是剛才本席問的 蘇澳到東澳段 南澳到和平段 河中到大清水段 這都已經是隧道了 現在大家就有人在主張 東澳到南澳段 所以這個圖上這樣顯現 會讓我們擔心 是不是在這個時候 變成是一定要用哪一種方案 我覺得這個時候言之過長 好的 所以在這裡 危險 安全 還有人命 這個部分 請我們的部長列入考量 一定一定 這個花東兩線 真的是 這個本身的區域發展 就已經是非常非常的不平衡 尤其在全國的地方 另外 請問 這個 我們的總統說謙卑謙再謙卑 是 好 那以您的發表的話 您好像就是 從昨天到今天 第一個 我們是 不收費的部分 取消不收費 還有 關於實名制的部分 您都是自己個人 就宣布決定 還是跟部裡面已經決定 已經這個溝通好了 我有經過蠻多的討論 我們請鐵路局 州局長 謝謝 委員好 局長好 辛苦了 就兩次到花東 這個做交通考察的時候 這個我們一直就實名制 以及我們 U&V的時候 特別在實名制的時候 我們的局長一直強調 這是違反我們的個資 還有這個無權依據去查驗的部分 為什麼一夕之間我們換了部長 您的決定呢 您是配合部長嗎 我們的方式一直沒有改變 是 委員還記得我們在3月28號是講 給我們六個月的時間 是 那有些在執法上的一些疑義 我們也都同時在做分析 所以我們這次算是一種試辦 所以這是部長的政策 所以你們配合 好 那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要謙卑謙卑再謙卑 可是部長 以您由上往下 而不是由 不是像我們的蔡英文總統女士說的 由下往上 請聽民意的部分 請問這樣子對嗎 另外 第二個 西部我們有一個浪漫台三線 就是我們這個 做總統說的浪漫台三線 這是文化層面 但是花蓮有一個悲情台九線 非常非常的危險 而且已經是國際有名的死亡公路 拜託部長 請全縣的拖寬的部分 在本席3月份在這個 這個院會總質詢的時候 也說專案要處理 而且已經抱怨了 請問抱怨的時候 什麼時候 才會給本席答案 另外 部長 您一直說以安全安全為考量 您看看我們的這個台九線的業績好了 A1事件和A2事件 您看他的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還有他的見數有多少 如果您是慈悲心場 如果您一直以來以安全為考量 台九線的全線拓寬 就應該儘速來完成 蘇花改善的全線 也應該以安全儘速來完成 還有我們花東快速道路 環島高速路網 本來就是該做 這是一個區域的平衡 也是一個整體的平衡 這個520 我們總統 總統這個已經講了 這個演講過後 就是改革的開始 請問請重視全國的交通網路 能夠連結在花東段 這是花東鄉親對我們部長深切的期待 以及盼望 謝謝 謝謝主席 超安全努力 謝謝 謝謝 好我們繼續請黃國昌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是不是麻煩有請賀成部長 好請賀成部長 謝謝 黃國昌委員好 賀成部長您好 今天雖然算是您上班的第二個正式的工作日 那我相信可能有很多業務 您還需要一點時間了解 謝謝 那但是您之前在交通部 台北市的捷運局 台北市的交通局 您的整個履歷非常的完整 不敢當 所以我相信您對於很多業務上面的事情 事實上已經相當的熟悉 不敢當 那我今天主要是可能從我 自己在選區裡面 我們 居民 他們所面臨很實際上面的交通問題 有幾個事情跟部長交換一下意見 謝謝 第一個是 當初在討論到捷運 從台北市延伸到新北 汐止或者是到基隆的過程當中 其實 我看早期的資料有兩種不同的說法 另外 其中一個是把板南線做延伸 那另外一個是所謂 台鐵第三軌的捷運化 那後來在馬總統的愛台12項建設當中 所謂台鐵捷運化的這個標語 也打得很響 那我上禮拜事實上 已經在財政委員會的時候 針對這個問題 有跟台鐵這邊的交換過一些意見 那我們在2013年通車 從南港那一段到巴督那一段 大概耗費了20幾億的經費 那完成了所謂台鐵第三軌的工程 那當初我在看計畫的內容 他是希望增加班次 增加運量 然後能夠增加準點率 那朝向從台鐵變成捷運化的方向去邁進 但是我到目前為止所收集到的資料 是整個從台鐵捷運 從第三軌完成到現在 只增加了20個班次 那不曉得 就這個部分台鐵有進一步的評估說 當初所提出來的計畫 太過樂觀 根本沒有辦法落實 還是說這個計畫本身 還是可以達到目標的 只是現在具體上面 還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 我請周局長跟您說明好嗎 委員好 這個部分應該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我們對號列車的成長速度是很快 尤其是花東電氣化之後 它的班次增加了 所以它的這個路線的容量是 Overlap 就是同一個區段 這個我完全了解 但是我現在可能還是focus在的是說 當初從南港到汐止到基隆這一段 那沒有把把南線繼續做延伸 當初其中給居民 一個政策上面的回應是說 我們台鐵要捷運化了 要增加第三軌了 那剛剛您講的對號列車的部分 主要是在處理花東的部分 那邊觀光客旅遊他們的需求 跟我現在在講的是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 對 但是它是同一個路廊 同一個路廊 那第二個我要特別用這個機會 跟委員報告一下 當時有一個比較理想的情況就是說 這一條的路線是純粹 增加這第三軌的部分 純粹是給基隆 那讓出現有的兩條軌道是給東部 那事實上因為當初在徵收用地的時候 確實有困難 因此它增加的第三軌 它沒辦法再單側全部一條線 而是它這樣彎繞的情況 你到五堵的時候又換了嗎 對對對 所以這個路線沒辦法連續持續 而是必須要透過這樣轉車 然後包括車站的部分 事實上沒有預留兩塊兩萬 所以當初的規劃是有一個理想 沒有錯 但是這個理想 從你後來執行上面的現實 現在的評估是沒有辦法達成嗎 我這樣說對嗎 應該是有一些條件 也就是說如果說 我們有一個假設的一個情境 也就是說如果七堵把它當作一個hub的話 那麼事實上在東部幹線這些容量 也就是從七堵到台北這個容量 它的headway 班次數就可以增加很多次 對不起 因為我時間有限 我就先放到下一個主題 不過我再請局長留步 因為等一下下一個問題 跟您還是有一些關係 放 聲音沒有出來是不是 看到 沒有關係這個袋子喔沒有聲音啦 我就先跳過去啦 我今天要跟 部長報告的一個問題是 這個事情我們可能接下來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要共同的努力 我基本上面的立場是交通建設 牽涉到我們一般的人民 他們最基本生活上工作上面的需求 我們不應該分中央地方政府 我們不應該分黨派 大家必須要共同來努力 但是讓所有的系指人非常挫折的事情是 過去要改善系指的交通 有兩個思考的方向 一個是軌道運輸 一個是公路運輸 剛剛我已經呈現出來說 台鐵的捷運化事實上 沒有辦法達到 當初所謂捷運化 那樣子的一個理想 那系指民生縣呢 現在雖然在2014年選舉以前 朱立倫市長有去辦動工 但是現實上發現那個動工是假的動工 就民生系指縣 到現在行政院那邊也還沒合定 公路運輸的部分 現在系指對台北市只有兩個聯外道路 一個是大同路過去的橋樑 另外是康寧路那邊 所以上下班的時間 那邊塞得非常非常的嚴重 如果部長哪一天有空的話 我一大早開車去接您上班 帶您去系指那邊繞一繞 你大概就了解那個問題的嚴重性 這些計畫過去八年 全部都討論過 全部都談過 但是到目前為止 沒有一個計畫 有付諸實現 沒有一個計畫 能夠現實的解決現在系指 所面臨交通的問題 我上個禮拜 我特別去找了柯文哲市長 跟柯市長說 這件事情我希望柯市長能夠 跟新北市政府 跟中央政府這邊 共同合作 我們來解決 汐止 南港 內湖 這邊的交通問題 因為這邊已經實際上面 是一個生活圈了 那柯市長給我一個很明確 的承諾說 他們馬上跟交通局的人講 請他們成立一個小組 跟新北市這邊的小組 還有跟中央這邊的 大家共同來合作 討論 如果軌道運輸 我們需要比較長程的規劃的話 最起碼就公路運輸的部分 可以馬上的解決 所以我想現在先直接 是不是可以麻煩部長 可以給我一個明確的 承諾 或者是態度就是說 針對這件事情 中央一定會跟台北市 新北市政府 我們大家攜手合作 把這些問題給解決好不好 沒有問題 這個我們一定派人參與那個小組 好 謝謝 不好意思主席 再最後一分鐘就好了 因為這個事情 我上個禮拜 談了 問台鐵的人 結果沒有辦法得到任何承諾 今天部長所提的報告 說要檢討交通事故的傷亡 我看了其實非常的開心 就是這種 從人民的角度上去看問題 我非常的肯定 那現在現實上面 這個是從 瑞芳那邊的台62線下來 接瑞芳路的部分 這是2015年5月的新聞 由於台鐵出來的這個花台 擋了路 所以本來變成兩線道 突然縮減成一個線道 導致在這個地方 不斷的發生車禍 這是2015年5月的時候的新聞 結果過了一年以後 2016年3月 又再度登上媒體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事實上已經發生過非常多次的車禍 現在重點的 癥結 這個都是我所拍到車禍的現場 那重點的癥結 是我發文去給台鐵的時候 台鐵跟我說 他們非常樂於 把那個地 花台的地給空出來 那現在重點是 花台誰要拆 拆了以後的那個擋土牆 誰要蓋 台鐵認為是新北市政府要蓋 新北市政府認為是台鐵要蓋 所以現在變成的是 中央單位跟地方的單位 兩邊在互踢皮球 可是對居民的角度來看是 這個問題要被解決 那從我剛剛所秀的那個slide 部長您也發現了 可以知道說過去這一年多 這個問題 因為誰要出錢的問題 卡在這邊 沒有辦法解決 我上次請教台鐵的 台鐵人還是跟我說 他們還是認為 新北市政府要出錢 那我進一步的問是說 如果中央政府 進一步跟新北市政府交換意見 新北市政府還是不願意出錢的話 我們可不可以 為了當地居民的安全 為了他們的生命 台鐵這邊能夠承擔一下 把這個花台拆掉 把這個擋土牆給蓋起來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台鐵是一個營業基金 大概我們在執行上來講 有點困難 不過今天在質詢 我想質詢台上我也承諾 我想我會來跟 新北市政府親自來溝通 好不好 你們溝通怎麼樣告訴我 我共同參與 因為我不希望說 中央地方政府 互相踢皮球 這已經隔了一年多的時間了 好的 OK 謝謝 謝謝 部長你看上上下在很累啊 乾脆一直站在那邊不要下來就好 好 接下來我們請劉兆豪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又請賀成部長 還有我們鐵路局州局長 謝謝 請賀成部長還有鐵路局局長 是 不就是他 所以我們現在是 尤其是 有他的決定 然後到重點 謝謝 您是 他如果會選擇 我們如果能夠選擇 我們要選擇 我們去選擇 你選擇 各個選擇 沒有選擇 也說你希望能夠要求部裡面的同仁 能夠來解決我們東部地區 火車一票難求的問題 我們要謝謝部長 能夠體驗到這個問題的這種嚴重性 我想這個問題在這裡 我想花蓮台東還有宜蘭的委員 一而再而三的 對這些問題提出相關的建議跟質詢 這個絕對沒有辦法用商業機制來做處理 那個是政府要去來解決的一件事情 那鐵路局州局長 我們端午節要來實行一個 實名制的這樣的售票 試辦 應該有兩個班次的列車要去做試辦 當然這個政策宣布以來 在網路上引起討論 當然政反意見都有 不過本席還是要來支持部裡面 鐵路局能夠先行先做 然後我們看後續 什麼需要改進的 我們再相關來做改進 那這部長或者是局長 你可不可以把我們現在目前端午節所要實行的這個方案 你可不可以再列座說明一下 好 謝謝 請周局長 我也好 對 我們想說這一次大概很具體的講法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試辦一定會把一些檢討一些德勢之間的因果關係 最重要的是指定的班次 指定的時間 也就是第一天 放假第一天 這個由台北到台東 那收假日的那一天是從台東回台北 我們都已經都確定好班次了 南下北上各一班嘛 對 而且我們是採用那個財繪的普悠碼 因為 局長我請教一下 我看你們說要核對 就售票的時候取票的時候要身份證嘛 對 第二件事就是要在指定的窗口 也就是八個車站 那有沒有辦法先透過網路購票 然後去取票的時候再核對身份證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這一次是完全用人工的方式做處理 對 那將來據數上的話 如果要實行 將來我們在 當然一定要 非常重要 我們希望能夠數據分析嘛 所以一定要透過電腦系統 所以以後我們當然是用電腦系統的方式來做處理 只是現在比較尷尬的就是第三代跟第四代之間正好在轉換的階段 那實名制的部分 我們也做把這個機制放在這個 第四代的票系統的改善建制裡面 好 部長 那我想在 應該在差不多一個多月以前 我們曾經有一個 那時候你還沒有上任 我們記得有在一個研討的 大家討論的一個狀況 跟教授跟一個業 還有 就是說政府 就是說從事這專業技術的人員 我們也要去討論 有提到這個 排班 就是火車時刻的排班的問題 那長期來講我們當然都知道 火車雙軌化了 這個排班的方式能夠來增加運能 我幾個簡單的例子來講 現在平日的傾斜式列車 台東台北來講 台東台北來講 八個 單項 我都講單項 八個列次 那價值會再多一個列次 就是多一個列次 但是實際上我們遇到假日 遇到年節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增到兩個列次有可能 那我想說 你年節的時候 你都有辦法增加兩個列次 那平日的時候 或平日的假日 應該透過排班的方式 其實這些班次是排得進去的 這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要善用接駁的方式 平日我以台北回台東 舉例來講 晚上最後一班的普悠瑪號 是晚上八點十分 本期五月二十二那天剛做 那八點十分晚之後 你如果沒有搭上那班火車的話 你要回台東 你只能搭差不多十一點 就最後一班 就十一點多的舉光號 那班舉光到台東 大概 太陽已經升上來 那我就要坐很久 要坐很久 但是在八點十分 八點四十五分 實際上有一班列車 它是開到 壽峰 太魯格號是開到壽峰 問題是我們坐到壽峰之後 我們沒有火車 可以接駁我們到台東 不然 但是我們如果這一班列車 這是有接駁的 我們八點十分沒有做到 做八點四十五分 我們坐到花蓮 或坐到壽峰 或坐到玉里 其實是有機會 把這些要返鄉的朋友們 可以接駁到台東去的 是我想這個首先 關於您剛剛提到 連結期間 傾斜式列車可以加到兩班 這其實相當程度 就是把原來一部分的貨運 這個功能 在那段時間把它停住 那這樣一個做法 其實也會造成台鐵 在某些營業項目上面 也變成要去改變 恐怕這個事情 對於長期的台鐵營運 在得失上還要分析 那第二倒是 確實您講到的 其實它重點不是說 要有些車子要從頭開到尾 而是有適當的一些接駁 那這個事情 涉及到的行車調度 我想這些事情 我們應該還有努力的餘地 部長 我一直認為說 應該可以善用 當然我知道 排班是一個很複雜的事情 當然很多專業很複雜 但是 因為我們如果常有旅遊經驗的 接駁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 那最好 最方便是我們一票 就做到底那是最好 但是如果可以善用接駁的方式 至少沒有第一志願 沒有100分 不過至少也用個70分 讓民眾 他特別是在晚班車的時候 明明那班就是開到售封 但是我沒有辦法做 我沒有辦法做 但是其實如果有接駁車 那班車實際上是可以到台東的 就已經快 那個路程差不多 差不多多少 那部長 那本席就希望 我們用 設定一個目標來改善 目前的排班方式 就從你說我知道 當然如果要改 停掉貨運 是不是會影響到台鐵的 整個營收的狀況 我在想 如果假日的時候 如果是載人應該比載貨還好賺 應該是這樣吧 一張火車報 雖然說你們現在認為還是 有一點不划算 不過總是780塊 一個人是780塊 你印一個貨 我看不可能跟他收800塊700塊 那如果說 從營收來講 載人一定會比載貨還好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現在講的不是平日 平日 我想平常的假日 比如五六日這個平常的假日 或者是暑假的假日 暑假期間 我們要透過排班的方式 來改善這個狀況 不然我們現在 每每都要跟 民眾講說 這個鐵路山鬼化之後 那個是 那個 雖然談不上遙遙無期 不過總是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部長 我們可以把 你竟然要有心要解決 這個花東一票難求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把這件事情 列為 對 我們花東一定是要朝票物 以及行車調度 這兩個方向來努力 那行車調度裡面就包括到說 按照什麼樣的時段 以及他的這個旅客的特性 我們來做分析 現在在週末的時候 都還都是有 有些車子要從彰化一路開到台東去 可能這種調度方式就 需要做調整 這些東西我們一起來考量 好 那局長做一下我再請教 我們在4月25號的時候發生 在委員會 相關委員都提出質詢 就是 民眾在 我們網站上 在台灣自己的鐵路局網站上 買不到車票 但是在 淘寶網買得到 那是4月25號的事情 那本席在這邊要求說 要你一個月內 提出相關的檢討的 還有 你對這件事情的調查的一個報告 那現在距離 5月25號 這一個月的時間 已經剩下兩天 我不知道這個事情你目前 我們整個報告已經簽到部裡去 原則上大概有三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 境內的部分 我們透過 鐵路警察局的調查 那目前在我們境內 就是台灣這一側是沒有什麼所設定的不法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這個 因為這個 相關的 這是購票的一個行為 買賣的行為 目前我們也特別 跟消氣會裡面去做一些了解 也沒有所謂的這個 其他的有 額外的一個情勢 所以 針對這個部分 我們是目前 我們這個 台灣買不到 淘寶網也買不到 所以我們這個時間 你們今天有沒有上網去看 你們有沒有不定時的請人員上網去看 今天5月25號 5月25號 才開始賣票嘛 端午節的票 你有沒有 對 有沒有信心啊 當然是啊 你要有信心 我也跟委員報告 你要有信心一點 就是說 這件事情不會再發生 這樣的狀況說 我們在台灣 買不到車票 不 它是一個平台啦 有時候是他 對 如果他是一個平台 是買到票的人 去那邊做媒合 對 這是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是 淘寶網他本身買很多 拿出來賣 這是兩件 第二件事情總是比較嚴重 這我知道 第二件事 目前查起來是沒有這樣的情況 是 是都是 當事人拜託他買票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有沒有信心啊 我們 我們比較相信我們的同仁 他們 陣風調查 還有鐵路警察局的調查報告 應該是相信 你把這個 書面報告以後 我們提供給委員 來做一個參考 好 剛剛部長有特別提醒 就是剛剛委員關係用調度的方式 我們也會檢討 不過有兩件因素 也特別跟委員 駕駛員不足 其實主要是一個車隊 車隊它必須要有一個 Depo 那我們也會去考量 另外委員剛剛提的那個時間 我都有做過 確實我也覺得我們想辦法來做一些調整 不過有一個就是 我們需要有五個小時的養護時間代 台鐵過去 台鐵過去24小時的營運 其實對我們的基礎的維護 非常的不理想 我們必須要讓我們的公務電路的人去養護 如果不去養護 這樣子的消耗 其實對鐵路的營運 並不是一個健康的 我想特別跟委員報告 那局長 當然安全的要求 這個這樣列為首要 不然你再快都沒有用 再做得到車票也沒有用 安全這個我們當然是 要務必要請你要要求 但是我覺得 你要去檢討 來整個排班的 因為現在所有的資訊的系統 到底班次人員所有的資訊系統 都掌握在台鐵局的手上 你們說排得出來 排不出來 外人沒有辦法去來 說不然你給我排 我們也沒有辦法這個樣子 所有資料資訊都在你的手裡面 那你們排 當然你們這個安全考慮 這個當然要去遵守 這個當然是所要要求 但是你要先解決 像我剛剛講的那件事情 8點10分 你後面就一個8點45分的 那長期來 你們回到消費者的角度 來看待這件事情嗎 不是按照你的習慣去排班 按照習慣就 反正之前就一直這樣排 就沒有關係嘛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李自豪委員 謝謝請我們張啟辰委員 好 謝謝 麻煩邀請部長 好 我們部長 江委員好 部長 首先先恭喜你容認這個江湖部長 不敢當 請教一下 今天應該很多委員都問你啦 關於這個收費的問題啦 不管是橫向國道收費 還是說這個 即將要實施的 廉價 夜間 收費取消的這個事情 這兩件事情 該很多很多問題 我再確認一下 第一個 橫向國道收費這件事情 現在你的態度是怎麼樣 現在我們並沒有定論 還沒有定論 我們剛才 委員會這邊也做了臨時決議 臨時的提案就是要希望我們 再說第一件 深入研究 然後多做溝通 沒有錯 我想 每一個地方的橫向道路 它的功能性不一樣 是 台灣的北中南區域發展 條件是不一樣的 而且待遇也不一樣 同樣都付費 對不對 我們每個人都繳稅嘛 你也一直強調使用者付費嘛 你曾經在幾年前投書啊 蘋果 說免費是最不負責任的承諾 你曾經投過一篇這個 是 那使用者付費我們並不反對 但是反過來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那付費者使用呢 使用者付費 那付費者使用呢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們在 很多的這些交通政策的收費 不是反對 也不是不行 但是我們必須認清一件事情 道路建設一般來講 都是拿人民納稅錢來做 你今天要收費可以 你要提供更高品質的 道路使用給民眾 我今天能夠使用高速公路 我付錢是因為我可以更快速 如果我沒有辦法更快速 你憑什麼跟我收費 我已經有繳稅了 所以回到橫向道路的問題 今天我台北市 我們台北市有幾條橫向道路 市區的而已 不是高速公路 這是快速道路 市民大道 建國南北 新生高架 有幾條高架道路給大家使用 你到中南部去看 請問橫向高速公路被拿來做什麼使用 是因為那個地方 你以台中市來講 台中市有沒有橫向的高架 沒有半條耶 橫向高架 南北高架沒有半條耶 全部靠高速公路 南北的跟東西的高速公路 來作為他的生活替代 所以這時候你要去收他的這個橫向 的這個收費 高速公路的收費 一定會引起很多的不滿 所以為什麼過去這項政策 在毛治國時代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開始在檢討這個事情 所以我希望部長 這個要真的考量到地域的差別 不同地區這個橫向道路它的特性 它的使用特性好不好 第二個關於這個 你要取消這個 連續假期夜間收費這件事情 免費這件事情 就是要開始收費這件事情 其實我早上我一看到之後 我放一下我的臉書 我的臉書難得這麼多人回應 一下子就幾十封 幾十折 可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有點不能接受 甚至是說怎麼會突然把這個事情 放在你實證上面最優先的事情 當然你提到的時候 夜間行駛的不安全性 這個大家都同意 夜間行駛有它的風險是比較高的 可是問題是出在什麼 今天如果你認為白天行駛比較安全 那你要不要有人問啊 那反過來啊 那白天不要收費啊 大家都來開白天啊 白天最安全啊 而且有一些人直接打電話給我們說 晚上開車子都工庫人 我就是沒有辦法 為了要返鄉 我為了要省錢 我也不想跟人家擠 所以我今天我來開這個夜間 它有它的無奈跟不得已 所以有時候我們從使用者付費的角度 等等來看待這些事情 有時候不見得能夠啊 完全回應到民眾的一個需求 我們可以說明嗎 可以可以 我想當然我們沒有否認 今天省掉了通行費以後 對於小汽車南北開長城 對有些人是他的選擇 可是我們也更要提醒 經過十年來的統計 晚上開車是不安全的 他以為省到錢 可是他讓他自己 在一個不安全的環境下來開車 假如是一家人的話 一發生事情 可能從此實在是讓人感到悲劇 所以我們才用這個方式來提醒大家 不要為了這個 一點點好像是收入來看這件事情 我知道你 當然如果說他真的要這樣做的話 我們其實沒有別的選擇 但是當政府把這個地方 把錢免費收的時候 等於政府有點在鼓勵他這樣做 這其實是不該解決態度 那你能不能把整個我們在廉價的交通需求 你能夠提供給他 是 對不對 我們今天交通提供的一個目的 無非就是希望他可以安全快速 有效率的抵達他的目的地 是 我今天放了三天假 我花了一天塞在高速公路上面 你認為這樣子的話 這樣子的政策 民眾就會喜歡嗎 也不見得 也就是 對不起再打斷您不好意思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覺得這一次 我們把它當成是端午節 而且有點事半的性質 因為端午節是我們所有的統計裡面 流量比較少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 即使是有人擔心 夜間的車輛轉移到白天 不至於在我們初步看來 不至於造成您剛剛講說 他都塞在路上了 但是針對春節 會不會造成比較嚴重的情況 這些事情我們會小學來評估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說 未來是考量不同的年假 可能會有不一樣的方案 我們至少要先做好分析 把這些需求跟他的這種所謂的 這個部分 轉移因素 我再一分鐘就好了 最後一個問題 我請教一下 部長 現在兩岸之間的航班 每一個禮拜是890班 對不對 你的報告裡面 拓展國際跟兩岸航網裡面 也有提到 我請教一下 這個會不會有變化 還有我們過去以來 兩岸之間航班 我們都有 交通部你們跟他們 大陸都有對口在談 那現在兩會都沒有談了 那未來這部分怎麼談 會不會持續 還是說 這個航班會有變化 航點會有變化 甚至是說 路克來台中轉這件事情 後面大概也都沒有 我都了解恐怕是 現況仍然持續 甚至會有變化 或者是有什麼更進一步的進展 當然要繼續努力 那因為事務性常態性的 你們兩岸之間一定會有談 因為這個交通是很複雜的事情 你不可能都不接觸 然後沒有談 那我的意思說 現在如果兩會這種層級的 他都不談了 官方的接觸也沒有了 那這部分你怎麼辦 你們會繼續嗎 基本上這個兩岸的航班 是照兩岸那個 這個航空協議來的 當然就是每年 我的意思說這個協議還繼續嗎 每年我們會有兩次 就是小兩會碰面 小兩會碰面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討論 就是是不是要增加一些航點 增加一些航班 或者是像春節包機 是不是要增加那個春節的包機 這個這種處理 所以你們現在還在談 基本上來講 對方有沒有跟我們講說不談了 就是說這種你們事務性的接觸 不談了 現在還沒有碰到 還沒有碰到 所以短期內不會有所改變 還是還不知道 目前是沒有改變 目前是沒有改變 好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接著下一位請邱智委委員 對不起邱智委委員 請講 邱智委委員 請出來 邱智委員 你好 polit想 辛苦了 已經到4點多了 kö來幾個問題請教 就是有三個小兩會 包括航空或者是觀光還有海運 那当然最频繁就是观光的部分三个月开一次 每一季开一次 然后海运跟航空是半年开一次 这个520新政府上台之后 关于这个例行性的三个小两会会不会受到影响 实际的情形我并不是那么清楚 不过刚才大概民航局林局长也有说明 眼前大家等于是照既有的互相的程序 那原定按照时程 并没有任何改变 原定按照时程 我们大概是下个月要进行航空的小两会 是观光的小两会 三个月开一次 那个谢局长 跟委员报观光的小两会在上一月才刚开过会 那航空的呢 包括这个航点增加 没有确认日期 那赛斯开会什么时候 就是春节包机那时候 春节包机 那现在将近半年了嘛 差不多要开了嘛 还不到 差不多嘛 差不多大概是六七月要开嘛 对方那边的反应呢 目前还没有需要 你有没有具体的事实安排 没有 那你们感受到七分有没有受到影响 目前还好 会不会有可能说三个小两会到时候就全部都中断了 那如果中断之后有没有什么因应方案 包括航空包括观光包括海运 如果三个小两会在地形的机制 那航运会影响到航空嘛 特邀观察员 所以他被政治力进入空间就很大了 所以万一中国又使出他的这个政治力干涉 让我们IQE没有办法去参加 那交通部有没有因应方案 我想您这个提醒很好 我们就来赶快和外交部或者其他的相关单位 可以先把这个可能的状况 对啊 他是一个联合国的组织 那可能要经过这个相关的跟联合国相关的机构 IQE的组织先做事先的沟通协调 万一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他附加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 我们要怎么是要抗议呢还是要参加呢 甚至他根本不邀请你 因为他是特邀观察员嘛 那如果他连邀请你都不邀请你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具体的方案 我们不能因为好不容易从2013 我们有这个特邀观察员去参加 参加这个IQE是国务局民航组织 那他非常重要的民航组织 我们尽快来和外交部来掌握这个状况 做一些研理 所以这部分我提醒这个部长 可能要尽快这个部分 那另外我觉得你这个夜间 这个把这个政策做一些 面接免所谓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任何政策的更动或调整 都是应该循序渐进的 你可以在端午节之后 先这个减半收费嘛 减半收费有一些优惠的机制嘛 他提供的诱因 也适度的疏解的这个交通的永舍嘛 那这个上路人也不会 也不会说有那么多拥挤 在做集中在半夜 所以你不能一下子全部取消 你也去循序渐进 你要减半或者折扣收费 报告委员是不是可以说明一下 我们也确实把 用这个循序渐进 所以才挑端午节 人数比较少来做 至于说减半这件事情 它在道理上面 我们自己觉得有点困扰 因为你收费是正常的 你假如说减半反而是变成说 我鼓励你晚上开车了 过去是夜间免收费 那你要变成夜间免收费要取消 总是要有个过度指示 夜间是应该收费的 但是过去一段时间 大家都习惯说 在连续假日我们夜间不收费 所以我们才挑 运量比较少的 我同意你这个方向 我同意你这个方向 但任何政策的变动 我觉得要让民众 能够有对人适应期 你可以减半 或者减三分之一收费 会一定的折扣 所以你价值完全取消 当然会引起这个很直接的民意的反弹 我们这样子做的话 没有把安全这件事情 真正放在心上 因为我们心里面变成 就是说我只是便宜一点 这个其实没有真正在重视安全 这恐怕不是我们整个出发点 对了 我了解 我的意思说 你政策的变动要有一定缓冲期 就是循序渐进 你不要一次就把这个免费全部取消 我提醒你这样子 任何这个革新变革 我都支持 但是你不要那么震荡性的 那么shock的 然后你必须要一步一步来 这样子我觉得改革 才会有比较一段时间的缓冲 改革才比较会有效率 了解 那另外 这个中国客中转 2月1号起 他们二线城是南昌 昆明跟重庆 目前经过中转 大概多少人 目前就是数量 从2月1号开放到现在 透过这三个城市来台湾中转多少人 是不是我请同仁赶快提供数字 100多人 100多人嘛 所以二线城市 第一个航班少 航班少 然后诱因不足嘛 他们只是单纯来台湾观光 还不是为了要去欧美 或去日本嘛 所以一线城市才是 所谓中转的一个重点嘛 那交通部队这个中转 未来在台湾的立场是怎么样 希望它全面开放 当然我们是希望大陆能够全面开放 全面开放中转 因为中转就是国际管理 所以就卡在中国大陆嘛 是 他现在用试点嘛 他可收可放 那我们的政策立场希望说 你路要提振这个桃园机场的使用量 你当然是要利用这个中转嘛 中转可增加 那我们运量就增加嘛 是 所以这部分啊 在未来如果两岸终止协商的时候 那是不会怎么解决 我想这一部分的话 主席 我再半分钟 是路委会在主导 交通部会密切配合这个来办理 我看了一个数据资料 今年第一季 来台观光旅客 比去年年增率是16.3 排名前三名是中国 日本跟港澳 中国还年增百分之12.7 港澳还年增百分之30.34 所以路客来台并没有减少 所以今年第一季 来自中国来自港澳 都是两位数的成长 那为什么说路客有减少呢 这到底是讯学落差 还是这个资讯不对等 不错错误 有他在另外别的 各位报告 因为事实上在四月份的时候 他的整个大通证还没有用完 那么从五月开始 我们看第一季 第一季是已经选完了 第一季已经选完了 是到三月嘛 另外排名前十名里面 从第五 从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都是东协国家 包括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尼 越南 菲律宾 他们也有一些比较 所得比较高的阶级 所以你对他们签证的管制 我觉得某种程度你要有点弹性 因为这五个国家都是东协 都是地缘基地有关系 所以他们来台是占了我们 来台旅客人数的前十名 占了五名 所以这部分应该要加强 对东南亚国家的客源 对对对 现在这个多元的方式 一定是我们首先努力的 谢谢 特别针对这五个国家 我觉得特别要加把劲 了解了解了解 谢谢 好谢谢 谢谢我们接着请黄定宜委员 谢谢主席 麻烦我们贺城部长 好 请部长 那个其他的 如果指引到相关的单位 请让他主动上来好不好 部长先站了几个小时 没问题 我还是几个问题 今天大概都有提到的 我陆续跟就交于你 第一个我听到很多同事 提到台铁的问题 那有人用了数量 告诉你电梯坏了几座 有人告诉你它效率有哪些问题 那本席跟你讲一个具体的状况 我过去这两三年来 我都在松山火车站转车 而松山火车站的电梯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天 每一座都是好的 永远都在维修中 永远都有一座坏掉 永远有一座都踩个牌子在那边告诉你说 它是坏掉的 我永远不懂这个公司的治理出了什么问题 另外台铁 在我们台南一个小地方叫中州 中州火车站 后站都已经打开来了 两年多了 它没办法开放 因为他要买那个电子售票机 等了两年多 我问承办的人说 为什么要等两年多 他说要累积一个量 那我问他买一台跟买十台价钱 他又告诉我都一样 部长你听得懂这意思吗 他等了两年 一个建设放在那里 当然现在我们硬逼他把它打开来了 台铁还有什么问题 台铁曾经有三个副局长 两个被收押起来 台铁曾经买新的变中古的 台铁不只是电梯出问题 他不只班次出问题 他不只是他的薪资结构 他的整个revenue 他的收入到支出都出问题 那台铁是不是交通部下面 这事业单位的其中一个缩影 我不晓得 你带过中华电信 所以本席这边 因为你刚就任到现在 还没有满72小时 光站在这边就站了快8个小时了 我只是告诉你 这些问题 它也许是成科 也许不是现在的局长或现在的任何人出的问题 但我们期待新政府就任以后 这些问题不要再发生 高铁曾经每一天 它的自动售票机轮流都会有故障 现在没有了 所以是要做跟不做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特别提台铁这个状况 台铁的电梯采购的 也许是因为都买到中国制的 但纵使是中国制的 也没有道理我们每个车站 每个电梯都会轮流坏掉 这是提醒部长要注意的部分 第二个 我们这两天我在办公室看了你有关 取消夜间收费的问题 听起来不是为了钱 你是为了 也不是为了车流顺畅 因为电子收费以后 大概车流速度 不会因为砸到口慢下来 你是因为为了 你认为他会 夜间开车 有百分之下 增加了1.4倍的危险 所以是为了安全 我这样子去诠释你的想法 没有错嘛 是的 谢谢 那部长如果是为了安全 我取消夜间收费 那本来夜间连续假期的收费 这是行之有年的一个惯例好了 我们每一次在连续假期 前两个礼拜 我们高速公路就要公告 怎么样子弹性收费嘛 所以本来那一块 大概是不收的 那大概你算一算是1000万左右 有没有可能 我这边建议你 你既然是为了安全 是不是在这一次端午节的连续假期 我们全线24小时都收费 但是把这1000万 本来我本来不收的 我回馈回去 打9折 打个折数 一个假期 我让你24小时用路 我让你平均去用 我鼓励你健康安全的时间去用 但是因为连续假期 总是一个假日 过去大家 你知道对有一些人 他省一个那个200块300块钱 他愿意 以前会停在那个高速公路的 那个闸道口外面 睡一下 他10点睡到12点 等到不要收钱了 他才开上高速公路 去我可以省下那两三百块钱 对有些人来讲那没有什么 对有些家庭来讲 一顿饭 四个便当 他愿意忍受睡在马路旁边 去享受 也许你认为晚上开车很累很危险 可是我愿意省下两三百块钱 所以部长 我可以接受你讲的 1.4倍的危险 不要为了省下两三百块钱 凌晨12点到6点去开车 真的太危险了 也没有必要 可是这1000万本来不是你要收的嘛 也不是你做自政策的用意 有没有可能把这1000万 回馈在这连续假期当中 远通也没有损失啊 我们就打个九折 我们交通部不是为了钱 我交通部是为了用入人的安全 但我有兼顾到一般小老百姓 中产阶级以下 他不得已他要省这笔钱 可不可以这样做 我们现在的做法是 把这一笔钱 希望能够用一个专案的方式 来帮助公共运输 部长 部长 所以这样子的话才能够使整个我们这个 部长 这笔钱不大 我们公共运输本来就有原来的科目 我们文要对题嘛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这笔钱1000万 他被省下来是来自于 我们取消夜间收费 那你为了安全 本席被你说服了 我认为可以接受 但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你刚就任不到72小时 为官之道 当然要为国家资助辟教 但也体谅一下 小民的一些小小的期待 所以如果可以适度的说 我在连续假期的期间 我用折扣的方式回馈回去 交通部的态度是对的以外 也促进到用入人出来 这对内需经济是有帮助的 我们认为公共运输 其实也一样可以达到很多消费的目的 当然了 现在我们用私人交通工具 其实造成台湾不管是在烧汽油 或者是空气污染来讲 其实都不该鼓励 所以借这个时候 来鼓励公共运输是更应该的 我赞成像有了高铁之后 其实很少人再从南开到北了 我赞成 但是那个是有时间序的 我特别提醒就是说 你刚就任 你为了安全我可以接受 但这个做法上是不是可以让你考虑一下 主席抱歉大概有一分钟 那我最后我再提醒你一件事情就是 横向的高速公路 当然你没有定案 你现在在研议当中 横向高速公路要收费是 是张善政担任行政院副院长 在去年的三月份提出来的 他说没道理 使用者应该要付费 横向的高速公路 国道六 国道八 国道十 应该要收费等等 我真的要把一个声音告诉你 对台北市的人来讲 你们习惯有高价 有快速道路 对中南部的人来讲 我们没有 横向的高速公路是从山到海 缩短沉乡差距 那一点点立足点的小小的平等而已 还没有完全平等 当很多的大都会区 可以使用了大量的快速道路 高教道路的时候 在狱井的山上的农民 会利用这个高速公路 送芒果到沿海的交易中心 你这样一收费之后 他就往平面道路去了 所以在沉乡失衡 尤其中南部交通建设 并不充裕的状况下 横向高速公路的收费 我个人是反对 请你三思后行 因为他不是单纯的使用者付费 里面有一个就是沉乡差距 那个距离 请你体会到这一点 了解了解了解 没有问题 也希望部长 我刚才讲那个一千万折回去的方式 你可以思考看看 有的是政治手腕 有的是专业手腕 请你列入考虑 谢谢 感谢感谢您提醒 谢谢 好 谢谢王定宇委员 请请中孔赵委员 主席有请部长 好 请部长 中委员好 部长辛苦了 哪里不敢当 我们在座交通部的同仁大家午安 大家好 部长刚上任 我今天其实还是一样 我延续我当时一上任的时候 针对国道社会员的问题 是 这一部分我也想让部长也能够清楚 在整个国道社会员的过程当中 不管从他的工作的一个转型 或者说他工作年支的部长 或者说他是基于公益的需要 造成人民的权益受到特别牺牲的时候 国家是不是应该给予合理的补偿 部长 你觉得我刚刚提到的 当为了国家 为了居于公益之需 致人民的权益受到特别牺牲的时候 国家是不是应该给予补偿 我都了解 现在大概在 关于工作的安置上面 也许不一定满意 大概都还有慢慢解决之道 比较困扰的可能是年支部分 这个年支牵制的人比较多 不过这方面我是不是请我们局长 来跟您做进一步的说明 现在办法 谢谢部长 其实我也跟局长 我们私下也讨论过 在我办公室也讨论过 我们其实面对的有很多问题 是要透过新的部长 也是 何部长 接下来可能要麻烦你多承担一些 尤其是在我们的一个 国家道路的一个管理智慧化的一个政策的一个 而牺牲了这些国道收会员 你看他们从102年开始 就走上街头 为了他们的工作的一个转制也好 为了他们的一个工作的年支补偿也好 我想实施一个行政权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政策 就是为了要达成公共利益 当你为了要达成公共利益的时候 你可能决定要牺牲到人民的权益的公用 公用来征收土地或者什么 但是或者其他的财产 但相对的他们牺牲的是他们的工作权 那当他们牺牲这个工作权 毕竟他们在高工局里面 他们也工作了20年30年不等 在整个的安置过程当中 高工局当时也有报告 他在安置的过程当中 协助了80%的员工 其实当时在整个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他有超过50%以上 是被买断的 就是说那当时在远通 提出来的工作的安置的地点 或者他的工作的职务 可能没办法符合他的所席 他的所学 或者说他因为年纪中高年龄 他没办法去升任这些的工作 他只好用这个买断的这五个月 五个月的薪资 来作为他买断 作为他未来工作不必再转就业的部分 所以面对的这些的国道的这些受惠员 努力了这么多年 但是这两年几乎都看到他们在街头 甚至在520那一天 甚至在5月19号 他们也在中央党部 月宿中央党部 他们就是希望对新的政府 有新的期待 那这个期待是希望能够解决 他们面临的这些的一些的问题跟困境 我想这一部分 不只是交通部 或者说远通 是不是也应该要负一些相对的一些的责任 相关的部会 比如劳动部 他在安置就业的工作方面 可能当时他局限在他远通的部分的这些的工作地点 因为你高速公路是全国新的 比如我来自冰冬 可能他在竹田收惠站 他的远通提供的工作的位置可能不在屏東 可能是在台南或者高雄 那对他来讲 或对他的家庭来讲 其实他是受害的 当时他只好逼不得已 我只能够领那个5个月的买通 但是他需要的是他未来的一个家庭的一个工作跟稳定性 那这一部分可能要拜托部长 那当然我也拜托我们高工局 国道公务局的局长 陈彦博陈局长 未来能够多协助帮忙 不管是从交通部这边 高工局 还有劳动部 大家共同来努力来解决 我想这个问题还是要解决 是是是了解了解了解 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提供的相关的策略这些 到时候还是要请贺部长这边多协助跟帮忙 了解了解 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跟交通部 跟劳动部的密切配合 那刚部长也特别 昨天也特别有提到 你大概有五项的方向跟目标 其实我在这边有一个建议 因为部长也特别提到 尤其是对于交通道路的一个 交通死亡的一个人数 希望能够列出重新推动 不管是机车的路口的思想也好 或者说推动高临层的一个驾驶的一个管理 或者专案辅导大专校园的一个交通安全 是 其实我会在这边跟部长这边 特别做一个提议 用另外一个面向的思考 其实你也可以去关注 这些的司机是不是有过劳的问题 他们的工作的时速 或者驾驶员 因为容易过劳 是不是发生 因为疲劳的驾驶 相对的发生车祸的事故就增加 那这一部分其实 我也提供给部长 做另外一个面向的一个思考 我相信对部长在你 在执行你的政策上 也有所帮助 一定 这个特别是客运车 我们会优先来要求 对 尤其是这一部分 可能要特别 请部长拜托 那另外一个大概就是针对 上上礼拜 因为交通部韩港局 因为组织的一个改造 它从101年开始 我们的广务局 改为广务公司之后 它整个的组织改造 从101年到现在目前为止 已经组织改造了四次 部长你知道吗 一个企业的变革 可以在四年改变四次吗 你认为这个组织 当时在整个过程 处理的当中 是不是有瑕疵 或者说它在组织的 改造的过程当中 它追求企业化的一个 管理的过程当中 它短短四年 组织变更了四次 你认为这个组织 是不是要检讨 是 这个部分我们会把这个 事业机构转型的这个过程 都要做详细的检讨 所以在整个事业过程的 企业的一个变革当中 应该是非常审慎谨慎 而不是说每年都在组织改造 我想这个对于交通公司 如果要企业化的经营 或者经营绩效 其实都不见得有所帮助 我今天有这个机会 跟部长在这边 做一些的陈述跟说明 谢谢 未来也请部长多多协助跟帮忙 哪里哪里 也特别感谢主席给我这个时间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部长 好 谢谢我们中委员 好 接着请曾明中委员 曾明中委员 曾明中委员 曾明中不在 请杨振伍委员发言 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 我们请部长 好 请部长 谢谢 杨振伍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辛苦了 今天一天在这边很辛苦 还好 谢谢 呃 其实我想我一直对部长的印象 一直以来都还蛮好的 不敢当 那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也期待 我们很务实的来做一些事情 谢谢 所以我就一些具体的个案来 也算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特别是对我们里岛乡亲来讲 是 来就教育部长 是 我想部长 你有没有去过金门 有 什么时候 呃 应该去了两三次 可是不记得哪一年 所以是比较早以前的 大概是中华电信那个时候 去过不止一次啦 所以应该对最起码是五年前的 好 OK 所以我想应该当时 你晓不晓得最近这几年来 金门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工程 是金门大桥 这个案子你知道吗 是的 我想金门大桥 已经在金门历经了十几年 一直被戏称为选举扶桥 一直被戏称为选举扶桥 因为每次到了选举喊口号的时候 他扶上来 口号喊完了 选完了他就沉下去 所以他算是最新科技的选举扶桥 但是好不容易在金门人的全体期盼之下 在中央只出三分之二 地方出三分之一的情况下 而且还要配合国发会 那个什么蛋白蛋黄 还要把那个致肠率先扣掉 的情况下 终于让金门这座桥看到希望了 部长你知道吗 按照国发会那个蛋白蛋黄啊 然后还要把可预见的这些致肠扣掉 其实事实上中央跟地方 是各出将近百分之五十耶 你看这一个这么 攸关到我们小金门乡亲 这一个医疗保障 生命保障 民生资源 保障的这座桥 要各负担百分之五十 你看看有哪一个县市被欺负成这样的 你能够想出一个像类似的例子吗 这个应该 我了解恐怕也是一连串的协调了 那大概要不要 当然是一连串的协调啊 如果没有一连串的协调 然后地方政府妥协到这样 你们根本不让他做啊 来 市長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有关金门大桥相关经费的分摊 这是在国发会里头 有经过多次的一个讨论以后 没关系啦 这个经费的分摊 我只是在这边讲一下 让我们这一个新部长了解一下而已 这个都已经定案了 我也没有要去阿Q这些东西 只是要让我们贺城部长了解 他的状态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不可以说新部长起来这种控制都不知道 我现在重点要讲的 不是过去达成的这个要件 我要跟部长讲两点 第一个 如果以后涉及到这种重大工程 我觉得偏乡本来 离岛本来就已经比较弱势了 不要再这样子欺负偏乡离岛 我希望贺城部长 能够有一个比较新的观念 第二个就是 您知道现在他的现状吗 好像是不是工程在暂停状态 这我就跟委呃 报告一下 目前因为有公安的问题 正正被停工 就是停工的状态 只有公安问题吗 相关的一个厂商 相关的进度 它是属于严重落后 简单讲 旅约能力怎么样 旅约能力 在我们代办的机关的立场来看 我们是认为是不足的 既然觉得不足 不足的市政 具体的市政 有哪几方面 那你们又做了什么措施 我想是 因为我们跟金门县政府 是一个代办的机关 所以我们把这样它 就是现在这个国登公司的 禁度落后多少 现在大概应该是已经到快17点 17点多了 那这样不足的情况 我们已经告诉了金门县政府 你应该是说 目前进度多少 落后多少 预定的进度是54 那现在呢 目前只有36 所以是大幅巨幅的落后 是 那你知道现在大概每个月 每个月还以百分之多少来延荡吗 呃 大概2% 不然你起来说好了 我问一句 你说一句 不是 他现在大概每个月 他只能做的大概是0.6%的这样的一个公进 所以我们才会讲 我跟你讲啦 简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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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月几乎 除了他本身50几% 他只完成30几% 严重落后 每个月还几乎以百分之二的进度在落后 月略是这样没有错吧 我看一直跟你咬耳朵的在点头 应该讲的没错啦 是是 是我们公务处 那再来的话 他的公安事件 部长你知道公安事件 发生的频率有多高吗 我担心局长都不好意思跟你讲实话 在他们的管理之下 公安事件发生到什么频率啊 已经死了三个人啊 光是上个月 连续两天有公安事件 已经有两部起重机 起重机 机具 掉到海里 那伤的就更不要讲了 我很少看到国内这种重大的公共工程 可以伤亡到这种程度 國工局你们到底在现场管理上面是 做了哪些努力啊 我跟委员 包括一下 我们当然也有 在场也有公务所的同仁 那另外我们也有 我们不讲了 这一个东西 任何一个工程现场一定都有 他的标准作业程序嘛 是 我们看结果嘛 你说你做了多少努力 他结果就是这样嘛 我刚才讲的应该没有错吧 应该没有冤枉你们嘛 没有 但是另外一方面 这个 这个 这个厂商呢 他自己也要有相当的一个 厂商当然要有 要负最大责任啊 厂商的他的管理能力 实在是出了问题 厂商当然要负最大责任 问题是 厂商当然要负最大责任 这个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嘛 部长厂商要负最大责任 这个小学生都知道嘛 对不对 关键是你业主没有责任吗 你发包单位没有责任吗 你没有责任在他刚开始 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 给予监督吗 给予要求吗 没有责任在他 没有办法 达到你的改善要求的时候 做出一些动作吗 你不能一直说 这个厂商要怎样啊 我想这样啦 这一个是全金门人 争取了十几年的重大工程 我希望 在金门大桥这个事情 本来是期待部长 这一次交委会过去的时候 可以好好看一下 但很可惜好像部长不能去嘛 是不是 我希望部长有空的时候 还是要去看一下 好不好 好 谢谢部长 谢谢 楊伟你不要急嘛 部长你留一下 金门是 站桥是桥不是桥 我第一年进来 就在扯这个事情 交通部说站桥是桥 行政工程会说站桥不是桥 就把人家解约掉了 解约掉了 解约掉了呢 交通部跟行政工程会 两个对打 打了谁倒霉 厂商倒霉 厂商倒霉 重新招标 找了那一家来 你还没开标 我就让他倒霉了 我跟你讲 这金门大桥就完蛋了 现在都在深海沟 他能够越雷池一步吗 再部长你看好了 你绝对可以看得到 工程落后20%以上 你慢慢看好了 我了解很清楚 至少落后20%以上 你现在我不曉得 楊伟原没问 你祭出101了没有 赶快解约啊 金门人现在要的是一个进度 我知道101祭出了啦 他们现在在申诉了 但是我现在要提醒部长一点 如果这些东西没有加快时间 刚才主席讲的 他现在工进都在抢好做的工进 我知道局长应该很清楚这件事 他现在都在抢好做的工进 到时候你解约的时候你会更麻烦 解约的时候他好做的工进抢完了 你的损失 所以局长你这个工进要注意 你现在赶快就解约嘛 赶快重新发包 发包以后你要把进度告诉金门人 你不然的话那个杨伟原他倒霉 我跟你講 你看好了 部长我跟你说 不是你们倒霉他倒霉 不只是好做的工进抢完了 你们会损失金门会损失 接手的厂商会倒霉 你也倒霉啊 你也倒霉啊 是啊 谢谢 好接下去请罗智政委员发言 罗智政罗智政不在 高路乙用委员发言 谢谢主席哦 有请赫部长 好请部长谢谢 高路委员委员好 好部长您好 本席非常的高兴你能够接手这个交通部的工作 主要是因为你在人本跟生态的素养 而且呢 特别在大众运输的重视哦 如果我这里要提一个就是有关于我们花莲跟非都市地区非常关注的大众运输的问题 3月24号的时候我在咨询城前部长的时候有提到就是每一次我搭车回乡到光复火车站都没有办法去赶上公车回到部落的这个案例哦 其实就是要凸显花东地区铁公路运输上运输颁表跟转程是没有办法衔接的那这个不只是整体的问题也是结构性的问题 不过在4月22号的回函哦呃也是您的同仁的回函就是在这个回函当中我看到是非常的辛苦 不过呢呃这个公文的这个案号文号是用陆正司而且没有承办人是秘书室的公关来处理 这个部分哦可能就是因为大众运输没有单一的窗口也就是说我们的铁公路不管是飞机加船舶 这个不同的交运输工具不同的交通公司不同的主管机关然后不同地方政府并没有办法整合 那我没有办法就是每一次都一一的哦在每一个站牌哦去看一下去检查说呃这个要怎么去接驳 然后站在这边哦每一案每一案直询所以呢可不可以请部长给我一个承诺对于就是这个交通管理的部分 各种各种各种不同的运具跟不同的这种管辖不是不同管辖不同的主管机关不同地方政府跟交通公司 有没有办法承诺我一个专责的单位单一的窗口给我 好这个刚才关于光复站那个部分刚才同仁讲到说已经改善了 不过就像您讲的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由您来提醒再来改善 所以关于整体的这个窗口呢 那么我现在正在交通部重新再做一些编组 我们将来会在这个部里面会有一个单一的窗口来协调 不管是铁路或者是公路 在关于公共运输特别是和地方政府转称的这样 这个我们在一个礼拜之内就来提供这样的窗口给您 好感谢部长那身为就是有一个部分可能也要 也要请部长注意的就是说 我也同样是花莲出身的这个委员 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告诉我就是有关于就是您担任过 公路总局树花改环平监督小组的成员 为树花改的工程品质跟地方的福祉出了很多的利器 非常专业跟认真 那不晓得就是部长担任环平监督小组成员的时候 有没有监管到汉本遗址 还是汉本遗址的议题浮上台面时你已经换下来了 汉本遗址其实我的印象中它有两次 在那个叫做环境监督小组里面提出来 那么第二次提出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可是前面第一次的时候我有参与 那我相信汉本遗址的重要性您非常的清楚 而且它是证实的这就是早期台湾原住民 已经跟东南亚地区贸易的历史 台湾原住民可能就是最早的台商 那我在这里细节就不多说 因为在六月底的时候 中研院的刘一昌教授的团队 要被公路局总局解约离场 可不可以 然后换成可以配合公路总局进度的民间厂商进场 那这个部分能不能请您专案的处理这个问题 因为先前新闻有提到 这个是新的团体跟现在的团体做并行 不一定是要一个走然后另外一个离开 而且这对于就是文化资产的保存有帮助吗 我都了解因为他也是原来环品委员 刘委员他的团队一直都有在参与汉本 现在是不是因为范围大了需要两个团队 那么他们怎么协调这件事情 我愿意自己来和刘友员了解以后 尽量使他的专业能够获得更多的重视 好 再来这里可能需要要求一下 就是说因为遗址的保存 最好就是维持遗址的原貌 那有关于就是 如果因为它是优关于时代 跟地域跟文化的重大的意义 能不能请交通部跟文化文资局配合 就是关于就是变更道路原附属设施的设计 可以让遗址能够限定的保存 然后呢 确保这个遗址能够被妥善保存之后 才能让工程继续 不要为了就是抢快通舍 牺牲了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考古遗址 我所了解宜兰地方政府的文资单位 已经在主导这件事情了 相信我们会做最大的配合 好 那再来就是说 部长你也应该知道 就是花莲瑞穗街到那个封滨的港口的 这个瑞港公路 那前一阵子就是 这个公路已经长年没有经费的养护 那秦美部落的这个同目跟代表 前一阵子有来到我们办公室来澄清 很显然就是一个给五毛 要五毛给十块的作风 请问一下部长 那公路总局的生活圈道路的经费 都是要这样子处理吗 还是有关于这个养护的这个部分 分配给地方政府 那交通部能有怎么样的方案 去解决民众的问题 这个可能我再来了解 不过我据刚才听说的 它是香道 所以才变成 没有变成生活圈道路 直接由公路总局来养护 但是相关的补助地方的经费 透过气燃费也有一些补助 那么在现况来讲 它需不需要拓宽 或者是要不要用拓宽来争取 变成提升它的养护呢 我想这个里面有些事情 我再来了解一下 还有在这里公文提到的分段拓宽 如此强调分段是要去规避环平 还是把这个规避环平 当做一个标准动作 是否可不可以就是针对于 就是生活圈道路的补助 跟各项目的必要性 跟审核的程序 能够做出一个公开透明的机制 而且针对于分段拓宽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提出一个检讨的报告 因为有环保团体有提出来 那我在这里 就是跟部长这边做一个要求 好 我们应该整体评估 不要做分段回避环平的这样做 这样我想这个用意 我们一定会来注意 好 谢谢部长 好 基于人道 部长要不要五分钟让你到许首间休息一下 好不好 休息五分钟 部长坐这边两个多钟头了 好不好 到许首间休息一下 好 你们两个给你们加码一分钟 好不好 好 休息五分钟 对不起 失礼失礼 好 好 我 不管是 glue 多么 都没有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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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感谢观看 就是这样报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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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月 感谢观看 很多對號列車是必須停靠的 但是我知道列車班次現在的調整 要等到今年的10月 部長我可不可以拜託您 7月份高鐵目前預計在南港要通車 我們能不能一次到位 把這些議題一次都處理清楚 這個我是不是請周局長再說明一下 局長你簡單回答 因為我今天有三個議題 我希望這件事情 放在你們first priority裡面 跟部長來去做溝通 包括周邊的交通措施 包括台鐵對號列車 跟7月的到時候高鐵 如果目前是預定在7月 我們希望同一個時間 一併到位來去做整體的考量跟處理 好不好部長 這個放在你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部長 請說 台北你來這個位子之前 你是在台北市的捷運公司擔任董事長 那我想必你對於整個台北市的交通非常清楚 不管 內科是台北市目前 柯文哲市長最頭痛的一個位子之一 我要請教部長 您就您的交通專業 我剛剛也一直說我非常敬佩您 不管 你認為內科的交通 目前單向只有兩線道 要做輕軌還要再佔一個線道 以你對交通的了解 你覺得做輕軌恰不恰當 適不適當 你回答是或不是 可不可以就好了 輕軌要花很多時間去建設 在這個之前 我們還是應該要真正的解決方案 好 部長我同意你的說法 所以我一直認為 台北市依賴捷運其實非常重要 台北市也是全台灣所有自償率 大概有機會搭乘捷運數量最多 不會賠錢的大概台北市 大概會賠錢的機率很低 所以我認為解決台北市 內科的交通真正治本的方法 還是捷運的南北線要儘速的做 我不認為柯文哲市長的做輕軌 單向只有兩個線道 如果在做輕軌只有一個線道 內科的交通其實並沒有辦法處理 可能會塞得更嚴重 所以我在這邊我再一次提出來 我希望解決台北市內科的交通 解決部分台北市交通的問題 我還是希望捷運的南北線 還是要恢復做評估 這是我第二個拜託 我剩下最後三分鐘 我還是要回過頭來 跟部長來去做溝通 部長今天在媒體上各大報 今天雖然整天很多委員 都繞著這個議題在問 我想請問部長 連續假期的交通的擁塞 你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面對每次連續假期都兩三百萬 車輛在國道上面走 你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我想長期的解決方案 一定是加強公共運輸 跟它的轉秤 但是它也不是真的 你加強公共運輸 問題是有這麼多人要回家 這就是我接下來要講的 但是它還是會有很多人 需要開私人交通工具 開私人交通工具的部分 我們就對於它將來 我們在塞車的這一些資訊 還有我們的已經適當的用約費率來講完管理 你認為之前的部長 每一位在我們現場 還有很多事務官 這些東西都沒有人在做嗎 不是吧 我不是說他們沒有在做 而是現在這些資訊 也只有最近幾年 資訊才更完整 可以來做比較屬於大數據的分數 那你分群 你現在每一次連續假期 媒體也都在報導 也都鼓勵大家上網 這個時間人比較少要走的趕快走 這些其實每一年都在做 不是你到任今天才在開始做 可是我想您一定也清楚 很多人使用都會覺得 甚至於Google的這個訊息 還比我們自己 部裡面發布的還要準 這就表示說 我們在資訊的掌握上面 還有待努力 部長我不認為Google的資訊 即便做了連續假期 我相信 國道上面的車流 還是會非常的多 你今天用的藉口是說 夜間駕駛比較危險 那難道部長我要請問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乾脆夜間 國道高速公路全部把它關掉 這樣子 台灣人在國道高速公路上 晚上都不會有車禍 如果這樣子講的話 就晚上不要開嘛 國道封閉 我們當然不能因噎廢時 因為只有這樣子的一個提醒 但是你今天 你今天這樣的提案 就會讓我認為說 夜間開不安全了 其實駕駛人在決定 我要什麼時候上路的時候 他當然他就必須承擔一定的風險 難道國道上面的安全 無論是加強照明 或者是其他安全專業的措施 不是你交通部的責任嗎 但是交通部不應該用降價 變相的鼓勵他們深夜開車 我同意降價或許不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那你就不應該講說 晚上夜間 晚上夜間開車 當然駕車都有一定的風險 不只在國道上 晚上在平面道路上開車 有一定的安全 但是還是必須要有 如果說你認為 夜間開車是比較不安全 那其他的安全的措施 就要一起上 我當然不認為或許 減價或者是恢復收費 它是會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如果它不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部長 那你就要有其他的 虛解交通的措施 但是從目前 你提出來整天 我坐在研究室聽了整天 我目前沒有聽到你說出 紓困分區分流的方法是什麼 因為分區分流的做法 過去這麼多年 我相信在現場這麼多的事務官 每一年也都在想辦法做 他每一年交通的 道路使用人 塞在平面道路上 第一個罵的都是交通部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凸顯出 我們在現場所有事務官 你們過去都沒有在做事 只要有賀神部長 站在這邊的時候 你們才開始去思考 請您不要這麼說 可不可以讓我兩點說明 第一點 其實資訊的掌握 隨著現在的設備的普及 才有機會做好您剛剛所期待的事情 第二點 我們對於夜間開車只是要表達 我們國家不應該以夜間少收費 或者是要免費 好像在鼓勵他們去夜間使用 這個態度才是比較不適當的 我們現在只是恢復 當我們車流還可以管理的時候 我們不要鼓勵他們去夜間開車 那部長 其實當時不是鼓勵夜間開車 這是一個紓困分區分流的做法 那就請你具體的提出更好的分區分流的做法出來 因為我目前沒有看到你提出更好的分區分流做法出來 即便是Google的資訊 過去其實不是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在做 那也是現場百分之七十八十所有事務官的責任在 那我們今年 如果你還是堅持要這麼做的話 我們就今年看看你的做法 到底能夠解決多少的交通問題 我們拭目以待 好 謝謝李彥秀委員 高公局是把那個數據啊 夜間開車那個造勢車貨的數據拿一份給我 明天送一份到我辦公室來 好 謝謝 繼續請我們王毓民委員發言 謝謝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我們部長 好 請部長 王毓民好 部長好 部長 本席要請教您 這個您對於端午連續假期 夜間免費取消的這項政策 到底您是先下了這樣的一個指令 然後交通部的官員再去找數據 還是交通部先做了一番的研究之後 您看到了恍然大悟覺得夜間開車太危險了 所以才宣布這個端午連假夜間免費取消 請問這個先後順序 是您先下令還是他們先做出研究 整個過程是書運方案裡面的一部分 拿出各種方案來做討論 然後我們再來選擇方案裡面去看看 怎麼樣去強化它的內容 所以交通部先做了研究 是 好 交通部花了多少時間做這份研究 交通部是在對於每年的這個連續假期 兩個禮拜以前都會先去公布書運方案 但是我曉得他們其實都持續的在做相關分析 所以你覺得你現在選出來是最佳方案 書運上面最佳方案 對不起王委員 我們不能說是最佳 我曉得他們的部長你做的選擇 你就該為你的政策負責 是 我早上聽到您回應委員有說 你們這是一個科學的很科學的一個基礎 所以你們做出這樣子的一個決策 是不是 對 根據交通安全來講的話是有數據的 好 那我就以科學論科學 你看一下我這一張圖表 這張圖表呢 是你們交通部自己的數據 你說夜間開車比較危險 所以呢不應該去鼓勵 那你知不知道在夜間開車 我們所有的車輛裡面 你可以看到小客車本來它的數量 就比較多 在車種組成裡面佔了66.5% 小貨車是17.5% 大型車輛是8% 但是A1類的事故 我們可以看到小客車的件數是23件 小貨車加上大型車輛總共是31件 如果你把它造勢的這一些車輛 相較於它的車種的組成比來看的話 小客車的它的整個造勢率比較 大概是39% 小貨車加大型車輛是52.5% 今天你們拋出一個議題說 夜間開車比較危險 連續假期需要夜間開車的 多是這一種小客車 就造勢率比造勢率來講 它是39% 小貨車跟大型車輛 才是我們夜間駕駛裡面 發生嚴重傷亡的最重要的 這樣的一個車種 是不是 本席這樣子的分析有沒有道理 是不是基於事實 有部分道理 我是不是分兩點說明 第一點 我們並沒有說 小客車比其他的車更危險 從來沒有說過這樣的話 我們只有說夜間比白天要危險 第二點 您現在看見的是A1 其實真正晚上發生的很多都是一些造勢的事故 那個造勢的事故 其實有時候沒有統計在A1裡面 但是仍然是一個值得擔心的事情 對 你如果要論事故的話 我們議題分開講 因為今天你們拋出的議題是說死亡的就是A1 A1我要告訴你的是 小客車沒有比小貨車跟大型車輛來的事故比例比較高 在A1裡面 你如果要講是A2跟A3的話 事實上發生事故的是在上下班的尖峰時間 交通部要不要講實話 要不要講實話 所以今天你們丟出這樣的一個數據 到底是你想要先取消夜間的這個免費的措施 還是你真的認為夜間駕駛太危險了 我覺得這個問題必須回答 另外一個 你可不可以具體的數字告訴我 你取消的是連續假期的夜間駕駛喔 連續假期的這種夜間駕駛 它的造勢率如何 你們有做過統計嗎 我今天問了一整天 交通部說沒有答案 連續假期夜間上路的 它的危險 開車危險的比例 比一般的夜間還要來的高嗎 是的 這是你們的論點嗎 是的 你們的數字在哪裡拿出來 我今天問了半天 你們說沒有 結果現在又說有 你如果看我們的新聞稿裡面的第二大項 你們有統計到連續假期的夜間 有的 連續假期跟一般 一般夜間差 百分之四十 就是一百四十倍 一百四十倍 百分之一百四十 百分之一百四十是幾倍 就是一點四倍啦 對啊是一點四倍 那它車流量是多少嗎 車流量我們在 車流量是一般夜間的多少嗎 你如果要以科學論科學 麻煩你的母數也拿出來看一看好不好 那個不是母數的觀念報告 報告委員 其實即使在夜間 他們我們以高速公路的容量來講 它都是在我們容量安全範圍之內的 絕對不是流量所造成的造勢 是通常是深夜駕駛它的身心跟視線所造成的 但是你們有一個另外一個調查有指出來啊 不是因為疲勞造成的啊 是因為切換車道造成的啊 你們的統計的原因又不是這個原因呢 那個其實都是廣義的在視線跟你的身心狀態下 所造成的問題 那你們的報告有問題啊 因為我們對疲勞駕駛有狹義的定義 但是在夜間駕駛所造成的各種的疏忽 所造成的造勢 其實是廣義的行為 好啊 那我要問交通部啊 這樣的一個現象是近幾年來 今年才發生的嗎 過去我們十年來已經實施那麼久了 如果如你口中所說的 有這麼的嚴重的話 那交通部所有現在在座的官員 如果已經在交通部超過十年的 大家是不是通通都應該要引救辭職 如果是今天我們新部長提出來 這麼嚴重的一個現象 過去十年大家都沒有發現 報告委員這個數字是存在的 但是有沒有要對於我們的史上 採取這樣的一個嚴肅的態度 我認為這是我們應該新政府 要來向全國國民報告的事項 對啊 所以今天本席要指出來是說 你今天指出來的現象 它足不足以作為 你今天要取消這個夜間免費 收費的這樣的一個措施 還是說你個人的價值觀 本來就覺得 不應該有這樣子的一個免費措施 所以你新上任之後 你必須要找到一個理由 來告訴大家 所以你找到了這個理由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其實是可以來討論的 如果那是你的主張 你就承認說 對 我在新北市的時候 我也是很多都把它取消 因為我覺得使用者付費 就是我的理念 我這樣的理念 我可以接受挑戰 這就是你的理念 但是呢 本席比較不能接受的是說 你今天找了一個理由 來說 因為夜間駕駛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這個危險呢 所以我們不可以再有這樣子的一個措施 讓大家夜間上路 如果是要這樣子講的話 本席是沒有辦法接受 因為你從客觀的數字 根本 你說今天鼓勵他去做大型車輛 我告訴你 夜間發生造勢比比例比較高的 不是自己開的小客車 還是大型車輛 每次發生其實就是 大客車是遠低於這個數字 您可能大型車輛是指的是貨車 這個大型貨車也會造成 沒有錯 就是大型貨車也會造成 是那個造勢的原因 但是你今天把所有的數字都攤開來看 可是您看看大客車嘛 大客車是遠低於其他類型 真的是足以讓你來取消整個連續假期 夜間免收費的元兇嗎 真的是這麼關鍵的因素嗎 當然 我剛剛講過 如果這個事的話 過去十年 交通部所有的官員都在睡覺是不是 這麼嚴重的問題 你們所有的官員都不知道 只有我們新部長上任 才知道說 哇這個晚上開車是多麼危險的一件事情 你們怎麼可能還可以允許 交通史上 交通史上這件事是每個人每天都該注意的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本席希望每一個新上任的政務官 誠實以對自己對於政策的看法跟理念 不要先是射箭再畫吧 如果你本身想要取消 就說 我覺得這樣的政策是不當的 我不贊成用所謂的 免費 減價這樣的方式 來紓解我們的車流 這是你的理念 我佩服 就是可以這樣子說 報委員 但是現在呢 突然拋出一個說 我們現在才發現說 晚上開車有多危險 加多危險 這樣呢 其實是不可以的 所以呢 我要來取消 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本席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另外一個 你們到目前為止 配套措施做好了嗎 你說你們要讓很多的客運業者 然後客運業者可以去 加開晚上的班 班次 你有考慮過中南部嗎 您到過雲林 到過嘉義嗎 這一些地方 半夜 當他抵達的時候 半夜三點 有車子回到他家嗎 凌晨四點 有車子回到他家嗎 當地的大眾運輸這個配套 您真的做好了嗎 我們在努力當中 對啊 在努力當中 還沒有配套的 你今天就進行宣佈說這個要取消 我覺得 我們不是叫做取消 我們只是維持收費 這件事情不叫做取消 部長你不要心太急 因為 您的配套還沒有做好的情況底下 您這個政策 可能沒有辦法得到民眾的認同 可能會引發非常強大的民怨 因為 你少了一點同理心 這一些原本他必須要 這一種 北高來回 他是六百塊 你知道他是他半天的薪水 他是他半天的薪水 所以你要好好的從 老百姓的角度去思考 本期間拋出議題 或許你現在 你也承認說你的配套還不夠完整 所以呢 配套永遠可以加強的 可是您今天 沒有一個 但是今天你來立法院備詢 你的配套都還沒有講出來 可是我們今天必須 我們必須要即時告訴民眾 這是我們的責任 我們不能夠說 等到最後一天說 當然要告訴民眾 晚上駕駛 本來大家就知道 晚上駕駛要多小心多注意 這個大家都知道 是你把它連動到 你要取消連續假期的 這樣子的一個收費 你要把它取消嘛 你去宣導任何安全駕駛的觀念 我舉雙手贊成 謝謝 這絕對都沒有問題 但是你是連動到 你個人很想取消掉 這樣子的一個夜間免收費的 這樣的一個政策 您誤會了 我們就是希望大家 不要去冒險 我們就是不要去冒險 才覺得說即時 早一點告訴他們 我想這個有30萬人士的人 他會說 我已經有這樣子的一個經驗 你把它形容 夜間開車是一種冒險 我不曉得 台灣民眾有多少人可以接受 因為數字就在這裡 數字就在你手上 數字就在這裡 數字就在這裡 有你講的這麼的嚴重跟恐怖嗎 大家可以客觀的來評論 以上謝謝 謝謝 謝謝王毅民委員 不然王毅民 王毅民委員講的很像蠻好的 你晚上回去思考思考再思考 好不好 啊 好 接續我們請陳明文委員發言 陳明文 陳明文不在 王惠美委員發言 王惠美 王惠美不在 吳智陽委員發言 吳智陽 吳智陽不在 姚文智委員發言 姚文智 姚文智不在 陳廷菲委員發言 陳廷菲 徐永明委員發言 徐永明 徐永明 徐永明不在 劉士芳委員發言 劉士芳 劉士芳 不在 陳超明委員發言 陳超明 陳超明不在 高金素媒委員發言 高金素媒 高金素媒 不在 蔣乃馨委員發言 蔣乃馨 蔣乃馨 不在 古拉什 尤達卡委員發言 古拉什 尤達卡委員 不在 廣畢林委員發言 廣畢林 廣畢林 不在 賴瑞隆 委員發言 賴瑞隆 不在 蔡毅瑜委員發言 蔡毅瑜 蔡毅 不在 登記 執行委員 均已經發言完畢 另做以下 處理 委員徐真衛 王玉敏 執行 另提 書面補充意見 委員廖國棟 吳志陽 陳超明 提書面質詢 均列入紀錄 並且刊登公報 針對今天的會議 做如下的決定 一 報告及巡查完畢 二 委員於執行中 要求提供相關書面資料 或未及答覆部分 請交通部及相關單位 盡速以書面答覆 各位辛苦了 上會 請問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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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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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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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